书名 主公人的性格 卷二 第六到十章 尼拓生 第六章话语受约束 一 有许多人本来很可以被神大用 很可以摆在神的手里做神很有能力的器皿 但是 结果他们没有被神用 或者虽被神用 却不是很有能力的器皿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他们说话不受约束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话一不小心 就会变成漏掉能力的洞 或者可以这样说 我们的话像一个洞一样 能够把神的能力流出去 也能够把神的能力漏掉 你的话能够做流出神能力的出口 你的话也能够做漏掉神能力的漏洞 可惜许多人把神的能力漏掉了 雅各书三章告诉我们 一个全员不能发出两样的水来 不能又发出甜水来 又发出苦水来 十一 一个做主工作之人的口 应当发出甜水来 发出活水来 应当围着神传说他的话 比方挑水用的桶 不能挑烧饭的水用这个桶 挑脏水也用这个桶 如果挑脏水的桶也用来挑烧饭的水 那就要危害人的健康 甚至危害人的生命 照样 我们的口如果在神面前是为着传神的话的 我们的口就不能随便用在别的事情上 如果你用这个口去讲许多不是为着神的话 那你就不能传神的话 许多人之所以不能被神用 或者只能被神有限的用 就因为从他们的全员里发出了两样的水 有甜的水 也有苦的水 他们的口讲神的话 也讲许许多多不是为着神的话 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 我们的口如果是奉献给主来传神的话的 那我们的责任就非常大 神的话要摆到我们的口里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 民数记十六章告诉我们 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攻击摩西 亚伦 他们也拿着香炉来到神面前 他们犯了罪 他们灭亡了 但是那些香炉仍是圣的 神小玉摩西要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 叫人垂成片子 包在祭坛上 1617 33 38 39 所以 奉献给神的东西 一次被神用了 那个东西就永远成圣 不能另做别用 有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错误的思想 以为他能够一会儿讲神的话 一会儿讲撒旦的话 谎言是属乎撒旦的 弟兄姊妹 我们不能这样 一个弟兄的口 如果有一次讲过神的话 这一个口就要永远归于主 许多人的能力就是从他的话语里漏掉的 有的弟兄本来在神面前能够成为很有用的 可是就因为他有很多话不是为着神的 他在那里说的时候就把他里面的能力漏掉了 我们要记得 一个泉源只能发出一种水 如果你的口有一次说过神的话 就每一次你都得看见说 我没有泉柄说不是为着神的话 我的口是圣的 是分别为圣的 一件东西一献上给神 就永远是神的 绝不能给了神又拿回来 如果拿回来 那就是巴兰的驴子 那不是神的先知 所以你要看见主的那一个话和你那一个话的关系 你的口是分别出来的口 你的口是归于神的口 你的口只能讲神的话 何等可惜 有许多人在神面前本来很可以被神用 就因为他的口是一个大漏洞 一直漏掉神的能力 因此不能被神使用 一个口说出两种话 能力就漏掉 有许多人的难处 就是他的话多 传道书五章三节说 言语多 就显出愚昧 有许多人所以能力漏掉 就是因为话多 这一个也喜欢说 那一个也喜欢说 总是每一件事都有话说 他不止自己话多 并且也喜欢传话 把别人的话传来传去 弟兄姊妹 我们应当注意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 像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一样 特别是做神出口的人 神要用我们的口来传说他的话 我们的口是分别为圣来侍奉神的 是圣洁的器皿 我们要保守他 像保守我们的心一样 不能让他随便 二 神的仆人在话语上有好几点是应当注意的 第一 如果我们常常能够听见什么种的话 我们在神面前就要小心 因为如果我们常常能听见什么种的话 就证明我们是什么种的人 有许多人不会把他们的事情告诉你 因为他们知道你不是那一种的人 告诉你也没有用 如果别人肯把某一种的话很容易地一直来告诉你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也是这一类的人 告诉了你就会起作用 所以 什么人肯把什么一类的话一直来告诉你 就证明你是什么种的人 第二 能够很容易地相信某一种话的人 他的性质也往往像他所相信的话一样 因为只有那一种的人 才能相信那一种的话 错听轻信 是因为眼睛不亮 是因为没有在神的光中 差了光 缺了光 就错误 所以 许多时候 听什么种的话是显出我们的情形有病 信什么种的话 也是表明我们的情形有病 有许多人 话还没有听见 心里先就相信 话来了 可欢喜 虽然这话是离奇到不能再离奇 但是他能够说的的确确是这样 所以 一个人能相信什么种的话 就表明他是什么种的人 第三 听了 信了 还有一件同样性质的事就是传了 听了某一种的话 信了某一种的话 再把这一种的话传出去 那就不只表明他是什么种的人 不只表明他里面没有光 并且还表明他愿意别人也这样做 这是把他那个人也摆进去了 听某一种的话 那是别人在那里说 信某一种的话 那已经进到他里面去了 传某一种的话 那是他自己也摆进去了 许多人就因为这样 喜欢讲许多话 喜欢传许多话 把能力都漏光了 所以不能好好地做神话语的直视 第四 说不准确的话 有的人是另外一种 他说话往往说得不够准确 一会儿这样说 一会儿那样说 这一种一口两舌的人 是不能做直视的 提前三八 这一种人 东来就说东的话 西来就说西的话 当面说一种话 背后又说一种话 这样的人 在神的工作上没有用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连舌头都乐不住 我们怎么能约束自己 怎么能侍奉主 人必须约束自己 攻克自己的身体 才能好好地侍奉主 我们身上有一个顶坏的肢体 常常把我们带到难处去的 就是舌头 话语的不准确 一口两舌 一会儿说这一个 一会儿说那一个 这显明他的性格是何等的软弱 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无法站住 在神面前没有能力 因为是那样的马虎 那样的迷糊 所以才一会儿这样说 一会儿那样说 这是在性格上的软弱 太软弱 这一件事在做主工作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 必须对付的事 第五 故意一口两舌 有一种人的一口两舌 比上面所说这一种无知的一口两舌还要厉害 那是故意的一口两舌 有的一口两舌是无知的 一会儿这样说 一会儿那样说 他觉得说是和说非差不多 在他身上没有是非 是糊涂的 你问他这是黑的吗 他说这是黑的 你问他这是白的吗 他说这是白的 在他身上 什么事都不清楚 黑白分不清 他的人是马虎的 是糊涂的 这一种的一口两舌是糊涂的一口两舌 但是有的人的一口两舌是故意的 故意一会儿这样说 一会儿那样说 这就不只是性情的软弱 乃是道德的败坏 马太二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告诉我们 当祭司常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主耶稣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时候 主耶稣反问他们一句话 约翰的禁是从那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对我们说 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我们又怕百姓 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他们回答主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 是故意欺骗人 主说 你们的话 是 就说是 不是 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太五三十七 如果是 就说是 如果不是 就说不是 这才是光明诚实的 我如果在那里想想看 我若是这样说 人要怎么说 我若是那样说 人要怎么说 我就想在这里取巧 这不是做主工作的人所该有的存心和态度 如果是这样用心记得来说话 那么话语就是欺骗的工具了 我们宁可像主一样 有许多人要抓话柄来害他 他就不说 如果要说 就得是 就说是 不是 就说不是 比这个多的 越过这一个的 都是出于那恶者 聪明的人在这里没有路 保罗劝哥林多人说 你们倒不如变作愚拙 临前三十八 罗马十六章十九节也说 我愿意你们再恶上愚拙 因为在这些事情上聪明 在神面前就不能用 你怎么做都没有用 我们的智慧是在主的手里 我们不能一口两舌 这件事是许多人的难处 说话靠不住的人 在神的手里没有用处 这样的人出去做工 迟早要出事情 一个人如果一会儿这样说 一会儿那样说 一会儿说是 一会儿说非 一会儿说对 一会儿说不对 一会儿说这样是可以的 一会儿说这样是不可以的 这样的人在神的工作上没有用 话语一直是活动的 话语一直是靠不住的 这样的人在神的工作上没有用 第六 要对付听话 一个人即使有一点其他的恩赐 其他的长处 只要他话语不准确 光是这一点 就已经是一个大漏洞 光是这一个 就已经把能力漏得差不多了 何等何悉 有些为神做工的人竟变作一个传话的中心 弟兄姊妹 我们做工的人与人的接触比较多 听见人说话的机会也比较多 自己说话的机会也比较多 如果我们这些人在话语上没有受管教 没有受约束 那就很可能一面在那里传神的话 一面在那里拨弄是非 如果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这一个约束 那我们在神的工作上是一面在那里做 一面在那里拆 所以 在听话的时候 绝对需要神约束我们 有许多时候 有的弟兄姊妹要把他们个人的事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尽力量听他们说 我们应当做一个能听话的人 在那里找出他们的难处 来帮他们的忙 有许多时候 有人对你传话 如果围着工作上的需要 围着难处 围着对付个人的需要 也许你可以听一下 但是你听的时候 只要你里面觉得一亮 一明白 你就得停止 你就听到这里为止 你就可以对他说 够了 可以停在这里 如果你是好奇的在那里听 好像听故事 看小说那样 那是不对的 我们只要知道它的难处就够 我们只要里面一知道 一有相当把握 就可以说 弟兄 够了 我们绝不应当有听话的情欲 人要知道事情 要听话 是有一种情欲的 人有一种的欲要知道事情 人有一种的欲要听话 但是 我们的知道事情 我们的听话 是有度数的 到了一个度数就行了 不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的听话是为着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听话是为着我们的办事情 是为着要对付弟兄姊妹的难处 到了某一个度数就够了 行了 第七 要能被人信托 有的人把他属灵的难处告诉你 这是他对你的信托 因此 你不能随便说出去 除了在工作上的需要之外 你不能随便传 如果你在话语上没有受约束 就不能把你摆在主的工作上 神的仆人是许多事情的受托者 他必须看见他的受托是圣洁的 是信实的 这信托给你的话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这是你的职务上的事 这是你是奉神的事 所以你不能把它随便传说 在属灵的事情上 我们要学习看守 保护 不能把弟兄姊妹属灵的难处随便传说 在责任上 在神的工作上 在对付上有需要 那是另外一件事 多话是大损失 是最大的损失 话多的人 传话多的人 在神的工作上是绝不可脱的人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受警戒 求神约束我们的话 叫我们不随便说话 不随便开口 一个人有没有约束自己 最明显的是看他的话有没有受约束 人受约束 人的话必定受约束 这一件事我们要特别注意 第八 要注意谎言 前面所说的一口两舌 直转下去 就和谎言很近 凡用话语引导人产生错误的相信的 都是谎言 凡故意引人有错误的想象的 那就是谎言 有时候 在撒谎里头也可能没有假话 可是说法巧妙 会使人产生错误的相信 这也是一种谎言 所以我们要记得 讲话的诚实与否是在存心上 不只是在话语上 如果有一个弟兄问你一句话 你不能告诉他 你宁可说我不说 但是你不能欺骗他 假话是撒谎 叫人有错误的领会也是撒谎 我们是愿意人相信真的事 我们不能说出真的话来叫人相信假的事 神的儿女说话总是 是 就说是 不是 就说不是 越过这个的 就是出于那恶者 主耶稣有一次对犹太人说很重的话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约八四十四 谎言是从魔鬼出来的 魔鬼从起头就是说谎的 一直到今天 他完全是说谎的 他自己说谎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所以 谎言如果也在神儿女的口中 特别也在做工的人的口中 那真是太不得了的事 有人竟然在那里撒谎 那真是差得太多了 那是基本又基本的事 十分严重的事 那是太重的事 太厉害了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注意谎言的事 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话都对 我们越谨慎我们的话语 越觉得说话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是要说真实的话 可是稍微不留意 就走了样 你注意他 还不容易准 如果你不注意他 放松他 那更不得了 人在那里约束自己来说实在的话 尚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如果不约束自己来说话 那更不得了 所以我们必须约束自己 注意自己的话语 一点也不能放松 否则不能侍奉神 神不能用一个人一面为他说话 一面为撒旦传话 神绝对不能用这样的人 第九 还有一点 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不争敬 不宣扰 圣经预言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 他不争敬 不宣扰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太时二十九 保罗说 主的仆人不可争敬 提后二二十四 这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争敬 喧嚷 喧嚷 总是粗鲁的表现 主的仆人 总是应当管理自己到一个地步 不争敬 不喧嚷 不和人争闹 声音多 乃是能力少的表示 至少表明管理自己的能力少 一个人的声音大到一个地步 连隔壁房子里的人也听见他的声音 这就不是主的仆人该有的情形 人在街上 听不见主耶稣的声音 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 这个约束 就不只是不说谎言 有许多话的的确确是对的 是真的 但是我们不争敬 不宣扰 主的仆人不可争敬 我们可以对于一件事静默无声 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竟然会嚷起来 那是说明他里面的放松是何等的大 也许要放松多少年才能嚷起来 我们要约束自己 管理自己的声音 像主那样 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让我们学习在神面前约束我们的口 不能随便发声音 不能随便叫喊 不能随便喧嚷 不能随便争闹 这不是说 从今以后看见人就板起面孔不说话 我们还得自然 遇见人还得好好的说话 自然的说话 但是在声音上如果没有受约束 在工作上会有许多难处 盼望所有做主工作的弟兄姊妹 在神面前都要嫩一点 细一点 不要那样粗鲁 我们的主就是那样的细 那样的嫩的人 他不争敬 不喧嚷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神的仆人应当让人看见 在这里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细嫩的 第十 要注意存心和事实 说话是一件事 用意又是一件事 神的儿女不应该只注意话语的准确 而不注意事实的准确 我们宁可注意事实的准确 过于话语的准确 许多人老是注意话语说的对不对 但是不注意那个事实对不对 其实 就是我们的话很小心的说 都说的很准确 我们还不一定靠得住 我们在神面前要注意事实的准确 如果事实不准确 就是话语准确 你在神面前也没有多大用处 有的弟兄姊妹 非常注意讲话 但是 我们不能相信他们 虽然我们没有一次找出他们的话语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争话语的准确 而不管事实的准确 比方 一个弟兄 你心里恨他 那是事实 以事实来说 你心里恨他 可是你在路上遇见他的时候 你向他照旧点头拉手 他到你家里去的时候 你请他吃点心 他生病的时候 你去看他 他缺乏的时候 你送钱给他用 你送衣服给他穿 等到有一次 有一个弟兄问你说 你对于某人如何 你事实上是心里恨他 可是你说 我岂不是向他点头拉手吗 他生病的时候 我岂不是去看他吗 他贫穷的时候 我岂不是照顾他们 不错 道理都在你这一边 律法的准确都有 话语也说的都对 但这还是撒谎 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 有的弟兄姊妹非常注重手续 在手续上你没有法子找出他们一点错来 但是他们的心完全两样 这是不对的 说起来没有错 而事实并不如是 这是不对的 所以 当你开口对人讲话的时候 你如果光是注意手续上的准确 而以为是说直话 那你需要在神面前看见你的存心到底如何 这是话语背后基本的问题 不能以为话准就够 不能以为我待他好就够 不能以这些为凭据说 我没有恨他 我们是要看事实 不是要你口中所说的凭据 我们要讲实话 我们就要有实在的事实 事实不实在 话语都讲通了 那个话还是谎言 可惜有许多人就是在这一种情形里做人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不只要顾道话语 还要深一点顾道存心 顾道事实 第十一 不要说闲话 主说 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神判的日子 必要聚聚功出来 主在底下接着说 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 太十二三十四到三十七 所以 神的儿女聚集在一处的时候 闲话还是少说为事 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问安 我们不要讲天气 讲花草了 问安等等的话是与做人有关系的 这个话可以说 至于闲话 那是说东家长 西家短的事情 与你没有关系的 那就不必说 你如果说闲话 主耶稣告诉我们 当神判的日子 必要聚聚功出来 人所说的闲话 不止说一次 总是要说两次 今天说了 到神判的日子 还得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次 所有的闲话 当神判的日子 都要重复说一遍 聚聚都要功出来 有一天你要看见 许多闲话是你说的 神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所以 我们不能随便的说话 许多的笑话 轻浮的话 细笑的话 我们都不能说 有的弟兄姊妹说几句聪明的话 或者你有一个小儿子 小孙子 你对他说几句快乐的话 那是另外一件事 保罗在以福所书里所提到的银词 妄语 和细笑的话 福五四 都是轻浮的话 这些话都是我们应当完全拒绝的 我们不能说 还有 击翘的话也不应该说 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人在那里击翘主说 且等着 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 可十五三十六 这就是击翘的话 那些不相信主再来的人击翘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呢 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比后三四 人会击翘 有各种击翘的话 这些都是神的儿女不应该出口的 还有许多背后说人的话 论断的话 也是不该说的 至于辱骂的话 那是被割除的罪 是神的儿女所绝对不能说的 诸如此类的话 都要在神面前小心 都不能说 参 一个做主工作的人必须说准确的话 在话语上一点不能马虎 因为只有在这一种情形里面 才能做一个为神传话的人 才能免去许多的难处 我们心里相当的难受 就是许多时候 做工的人话语不受约束 结果弟兄姊妹听他讲论断的话 听他讲故事的时候 都觉得有趣味 等到他传神的话的时候 就不尊敬他了 你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我和弟兄姊妹讲得很热闹 没有什么问题 不错 的确很热闹 但是等你传说神的话的时候 他们要觉得这和你讲的那些故事是同样的价值 人不重看你所讲的话了 有的弟兄讲一句话 人听 有的弟兄讲一句话 人不听 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人听他 不听我呢 话岂不是一样的吗 是 神的话是一样的 可是他在平时所说别的话 和你并不一样 让我们注意这件事 在别的话上不一样 那么 在神的话上虽然一样 但在神的话上的能力就不一样 因为在别的事情上你常常随便说话 不受约束的把话说一个痛快 所以当你来传神的话的时候 在听的人身上的力量就等于刚才你对他随便说话时的力量 等于那个放松的力量 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记得 一个全员不能发出两样的水来 不能一会儿给人舔水 一会儿给人苦水 苦水总是苦的 苦味虽然可以冲得淡一点 但仍然是苦的 干净的水和污秽的水掉在一起 不是污秽的水便做干净 而是干净的水便做污秽 许多弟兄的能力漏掉 并不是因为他们传神的话的时候传的不对 乃是因为他们在平时讲另外的话的时候讲的不对 所以在他们传神的话的时候 没有人要听他们 我们要记得 台上的话 是跟着台下的话 你在台下糊涂的讲话 台上的话会全部给你冲淡 舔水被你弄苦了 我们不必天天在那里预备上台的时候要讲什么话 我们却要天天在那里注意在台下讲什么话 如果我们天天不受约束 随便说话 讲不准确的话 讲颠倒是非的话 讲细笑轻浮的话 甚至于在那里撒谎 那我们就不能盼望在侍奉神的事情上能彰显出能力来 我们必须从约束自己的口起头 我们才能传主的话 不止这样 说准确的话与读圣经也有极大的关系 因为圣经是最准确的一本书 全世界只有一种话是最准确的 就是神的话 我们若没有讲准确的话的习惯 就不能读圣经 更不能传圣经 有好些弟兄 照着他们那种说话的情形 不要想能读神的话 传福音是有一定性格的人才能传 读圣经也是有一定性格的人才能读 马虎的人根本不能读圣经 因为神的话是准确的 马虎的人把神的话都漏光了 根本就领会错了 我们举一个例 来说明什么叫做准确 马太二十二章说到 仨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是 他们来找主耶稣 问主一个难题说 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死了 没有孩子 撇下妻子给兄弟 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 都是如此 末后 妇人也死了 这样 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七个人中 那一个的妻子呢 二十五到二十八 她们的意思是 复活是不可信的 最好没有复活 如果有复活 那真是麻烦得很 倒不如没有复活 所以她们来讲理 说有这样一件事情没有法子解决 主耶稣回答她们说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论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二十九到三十二 仨都该人是读圣经的 但是主说他们不认识圣经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随便说话的人 他们绝不会想到神说话是说的这么准的 主耶稣不引别的圣经节来证明复活 指引出埃及三章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这一句话来证明复活 这节圣经怎么是说复活呢 主耶稣说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亚伯拉罕已经死了 以撒已经死了 雅各已经死了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都是死人了 这样 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岂不是死人的神了吗 但是 神不是死人的神 那怎么办呢 神不是死人的神 所以亚伯拉罕今天虽然是死人 他必定要变作不是死人 以撒今天虽然是死人 他必定要变作不是死人 雅各今天虽然是死人 他必定要变作不是死人 死人怎么能够变作不是死人呢 那就必定要复活 亚伯拉罕要复活 以撒要复活 雅各要复活 因为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主耶稣用这样的话来回答撒都该人的问题 我们的主说话就是这么准确 给撒都该人看见他们是何等的不准确 何等的不认识圣经 如果我们说话马虎 我们就看不见神的话的准确 马虎的性情 叫你不想准确 也不能准确 把准确的神的话都漏光了 圣经是说话最准确的一本书 他连一点一话都是那样准确的 主耶稣说 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 太五十八 神所用每一个字的每一点 每一话 都是着重的 不能随便的 神说话是这样准确 所以他的仆人也要很准确的说话 弟兄姊妹 神说话从来不糊涂 从来不马虎 总是结实的 每一个字都是结实的 一点摇动都没有 如果你多读神的话 当你认识神的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 神的话连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都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一直注意这一点 凡是随便说话的人 都不能做神的仆人 随便说话的人 在弟兄姊妹身上要失去能力 他自己在神的话语上也根本不能应付 有的弟兄上台讲道真是难为人 你只要听他讲得到 就知道他是一个随便的人 随便的人必定讲随便的话 神的话摆在他面前 他就随便讲一阵 他在台下是随便的 他在台上那里会谨慎起来 从来没有一个随便的人能读圣经 也从来没有一个随便说话的人能替神说话 我们要求神怜悯 实在要求神怜悯 叫我们能够说准确的话 有一个祷告 是弟兄姊妹应该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 就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 叫我们不随便 叫我们不做一个散漫的人 在话语上有漏洞 这也漏掉 那也漏掉 把什么都漏掉 把见证都漏掉 如果你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 你就不能读神的话 你就不能明白神的话 我们读圣经必须找出事实 随便的人什么事实都找不出来 我们要学习很小心的说话 很谨慎的说话 才能看见神的话每一句每一字都准确 四 每一个做神工作的人 总有他的特点 在神面前总有他特别的一部分 神要用他这特别的一部分 但是 在其他所有的事上需要平均 才能没有漏洞 如果有一个弟兄 除了他那特别的一部分以外 在其他方面出事情 那他的执事就要漏掉 我们在前几章所讲的要会听别人的话 要对于人发生兴趣 要有受苦的心智 要攻克己身 要殷勤不懒惰 都是我们应当具有最普通的条件 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缺少这些性格 现在我们所说的邀约数话语 也是最普通的条件之一 随便讲话的人 绝不能准确地讲神的话 许多弟兄在神面前本来很有盼望 很可以有前途 但是因为随便说话 就把他们在神面前的能力漏光了 你在神面前有多少属灵的价值 有多少属灵的重量 有多少属灵的用处 你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加以保守 你不能把神拣选你那个特别的一部分消耗掉 不能这里消耗一点 那里消耗一点 要在各方面把你所有消耗的漏洞都塞住 才能使你的执事被保守 执事的被保守 是做主工作的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不然的话 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多少东西 做了多少事情 给我们这里漏掉一点 那里漏掉一点 结果都漏光了 我们连一句话语都不能放松 要在神面前受对付 要在这些事情上受责备 受审判 弟兄姊妹 你光是得着那些积极的东西还不够 你还得留意保守那些积极的东西 使它们不漏掉 如果你不对付话语 那你必定会把那些已有的积极东西都漏掉 将来在神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要发现 话语所给我们的破坏 也许会多过于许多别的东西所给我们的破坏 因为话语的破坏是不停止在我们的身上的 话语的破坏是要继续到别人身上去的 话语绝不停在这里 你说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会一直出去 有的弟兄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后来他想把那一句话收回来 但是 收不回来了 你可以懊悔 你可以求赦免 你可以扑倒 在灰尘里懊悔说 主 我话语说错了 主的血也能洗净你 但是 血不能从世界上除去你那一句话 那句话要继续存在在地上 你可以向主认错 你可以向弟兄认错 主可以赦免你 弟兄也可以赦免你 但是 你那句话在地上还是会出去 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 也许有的人没有受苦的心智 所以有难处 也许有的人不会听话 所以有难处 也许有的人懒惰 所以有难处 但是 话多的难处 比懒惰的难处更厉害 比不会听话的难处更厉害 比没有受苦心智的难处更厉害 因为话语多 你所散布的死亡就跟在你后面 一直走 不肯停 所以 弟兄姊妹 这一件事非常严肃 讲话不能随便 我们要在神面前懊悔 因为有许多话从我们的口里出去 都是不结好果子的 有许多话从我们的口里出去 是专一有害处的 许多的话从我们的口里出来的时候都是闲话 但是这些闲话会在地上一直传不开来 他今天一点不闲 当你讲的时候是闲话 但是过些日子这个话是忙的 相当的忙 相当忙的在那里做工 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 以往的一切 求神洁净 今天的 求神对付我们 真是像炭火一样焚烧我们 是1202 approximately 4 主如果对付你 叫你的舌头被烧过 叫你从今以后 话语不随便说 也许能够减少许多无可挽回的难处 有许多难处一发生就无可挽回 罗德可以悔改 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 但是摩押和亚门一直继续到今天 亚伯拉罕可以在懊悔之后生以撒 但是以撒已经有了一个仇敌 亚伯拉罕可以打发下甲走 但是 那一个难处还是留在那里一直继续 话语一出去就不停止 话语所产生的难处也就不停止 所以我们不能不祷告主说 我们需要火来焚烧我们的舌头 叫我们的舌头不说闲话 叫我们的舌头不随便说话 叫我们的舌头不撒谎 叫我们的舌头从今以后能够做一个受教的舌头 当主能够约束我们的舌头不随便说话的时候 主要设立我们做他的口 不然的话 从一个泉源发出两样的水来 总是不行的 你不能又有舌水 又有苦水 你说你要侍奉神 你说你在神的工作上要有分 但是你不能一面要说神的话 另一面又说鬼的话 不能 我们在这里真是仰望主恩待我们这些人 结束我们这一种自由的口的历史 叫我们从今以后能够对主说 主啊 让我所有的话都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 像我所有的心意在你的面前蒙悦纳一样 求主怜悯我们 主耶稣说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约十七十九 每一个侍奉神的人 不管你是在什么地位上 你要学习侍奉神 你总得学习分别为圣 因着我们要服侍他们的缘故 我们在话语上要分别为圣 说话的试探是何等大 有三五个人或者十个八个人在那里讲话 我们很容易调在里面去讲 那一个试探是大的 我们要学习分别为圣 我们不能混在里面 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 不随便说话 所以 说话要受教 舌头要受教 舌头要被炭火烧过 你总不要把你自己摆在试探里面 当你遇到有好些弟兄姊妹在那里有不正当话语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就是要从那些弟兄姊妹里面分别出来 你一和他们混在一起 你一摆进去 你就掉下去 你要把你自己从这些事情里面分别出来 从这些人里面分别出来 每一次有这些情形发生的时候 你不要受试探 你不能进去 你总得有分别 我们相信 神会怜悯我们 会逐渐地建立恩典在我们身上 第七章 性情坚固 一 主的工人还需要有一种性格 就是要性情坚固 或者说情感上坚固 有许多人在神面前是结实的 是坚固的 也有许多人在神面前是马虎的 是不结实的 是主见不定的 是随着环境而动摇的 有许多人的性情是不可靠的 并不是他自己不愿意可靠 乃是他那个性情不可靠 什么东西一碰他 他就变了 他在性情上不够结实 神要求侍奉他的人有坚固的性情 是结实的 是可靠的 是不能动摇的 在圣经里 我们能找出一个很容易动摇的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个人就是彼得 我们读马太十六章十三至十六节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禁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约一五章一节说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 五章十三节说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所以 彼得在这里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至少他是碰着了神的生命 他才知道这件事 在读马太十六章十七节 耶稣对他说 西门八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 人和主耶稣在一起 人跟从主耶稣 人坐在主耶稣旁边 他还不能认识主耶稣是谁 需要天上的父指示 他才能认识 我们现在所要特别注意的是十八节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石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我们必须看见 教会不是一个动摇的东西 教会的根基是不摇动的 教会自己也是不摇动的 所以一切是奉主的人都应该是不摇动的 主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教会是建造在磐石上面 我们要注意这个磐石 在这里 好像主把他在马太七章所说的话不知不觉地摸了一下 他在七章告诉我们 有的人的房子是建造在沙土上 雨淋 水冲 风吹的时候 房子就倒塌了 接下去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将你们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 那么 雨淋 水冲 风吹的时候 房子就不倒塌 在这里主说 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 他就是给我们看见他的教会不倒塌 雨尽管淋 总是淋不倒 水尽管冲 总是冲不倒 风尽管吹 总是吹不倒 不管淋也罢 不淋也罢 不冲也罢 不冲也罢 吹也罢 不吹也罢 不吹也罢 这些都不成问题 因为是建造在磐石上的 所以是坚固的 是不能倒的 是不能动的 这是教会基本的性质 等到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时候 就说 神的家 神的教会 就是真理的注石 提前三十五 教会像注石一样 是不能摇动的 如果是一把椅子 那摇一摇还不要紧 如果是一所房子 一会儿摆到东 一会儿摆到西 那就不得了 教会基本的性质是建造在磐石上 磐石是坚固的 是不能摇动的 神的儿女在这一个磐石上面都是石头 彼得写笔前二章的时候 他说 你们都是神的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 五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活石 被建造在磐石的上面 这一个建造 下面是什么 上面也是什么 下面的根基是什么 上面建造的材料也是什么 教会里面没有砖头 教会里面只有石头 八别塔是砖头造的 那是人造的东西 是人模仿石头所造的东西 在教会里面 却没有砖头 没有人造的坚固 教会是建造在这磐石上面 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像一块石头一样 一块一块建造上去 成为一个灵宫 我们要看见教会基本的性质 主的教会是不可摇动的 因此主接着在下面给我们一句话说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太十六十八 这是一个不能摇动的东西 这个叫做教会 教会的根基是石头 是不能摇动的 教会自己也是石头 也是不能摇动的 那么教会里面的执事可以摇动吗 我们在这里所要谈的问题就是这个 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来谈教会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是要来谈有关做执事的人的问题 执事也不能摇动 因为它是石头 主对彼得说 你是彼得 意思说 你是石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它 彼得在这里是代表教会里面的执事 做执事的人 是奉神的人 需要是石头才能做 虽然这石头不像磐石那么大 但在性质上总是一样的 是不能摇动的 主接下去说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太十六十九 主给教会的应许也给彼得个人 这个应许 是等到马太十八章给教会的 这里主把这个应许给彼得个人 明显地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主把彼得当作一个执事来看 主把天国的钥匙给他 让他开门 我们相信 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开了门 在戈尼流的家里彼得也开了门 犹太人的门是他开的 外邦人的门也是他开的 这是一块石头 那一天西门还不是彼得 石头的时候 那一天他就不能用他的钥匙 今天不一定名字叫做彼得的人都是彼得 就像不一定名字叫做以色列的人都是有力量的 名字可以叫以色列 人还是一个软弱的人 在这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彼得 主把钥匙交在他手里 当他真是彼得的时候 当他真是石头的时候 那一个钥匙就能用 那一天 他所捆绑的就捆绑 他所释放的就释放 所以 直视的性质乃是根据他性情的坚固 性质的坚固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他这个人在那里摇动的时候 他在神面前不能做直视 教会不能跟他走 有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基本的难处 就是在性格上容易摇动 是一直变化的 是一直东倒西歪的 他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够结实 不够坚固 这样的弟兄姊妹不能服侍教会 因为他不能站住 不能不摇动 所以阴间的门就能胜过他 感谢神 他把彼得拿出来做各榜样 他是盼望找出一个人来 他的性质和根基的性质是一样的 他的性质和上面建筑的性质也是一样的 一个做直视的人 必须是坚固的石头 感谢主 他拣选彼得来做榜样 给我们看见他能把我们改变到坚固的地步 在这里有一个人名字是彼得 人却不像彼得 名字的的确对是石头 人却像水一样 靠不住 一会儿一个样子 一会儿另一个样子 一会儿你看见彼得是刚强的 一会儿你看见彼得软弱得很 他就是这样的人 主就是把他摆在这里给我们看 当人没有受神的对付 在性质上还有这一种的摇动 还没有成为石头的时候 这个人还不能用钥匙 还不能在神面前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要等到这个人软弱的性情被主打倒了 神才能用它 我们感谢主 人的性情是能够改变的 不是不能改变的 像彼得 摇动的人能够变作坚固的人 如果主的光在你身上烧 你的舌头被烧 虽然你的性情是多说话的 你也就没有话了 懒惰的人 被主一责备 他的懒惰就死掉 主咒诅 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就枯干 因为主的责备在那里 主的咒诅在那里 枯萎 死亡就在那里 如果你不碰着他 你会嘻嘻哈哈的活着 如果你碰着他 你轻浮的性情就伪了 只要你碰着神的光一下 不论是听到的时候 或者是弟兄当着你的面指责你的时候 你伪掉了 主一责备 你就伪了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性格上的制造 或者说是性格上的改造 许多人就是有那一种不会听话的性格 冷淡的性格 懒惰的性格 软弱的性格 他只要给神碰一碰 有一个弟兄来指着他说 你这个人就是不能听话 你这个人就是软弱 一有光照 他就伪掉 所以 主拣选彼得是有恩典的 不然的话 所有软弱的人都没有盼望 所有容易摇动的人都没有盼望了 但是 我们的主拣选一个人 给他一个名字彼得 把他制造成为彼得之后 把钥匙交在他手里 使他把人带到教会里来 二 圣经告诉我们 彼得认识主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主说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这完全是神做的事 在彼得这一边 可以说一点功劳都没有 是父指示你 你才看见我是基督 我是神的儿子 彼得在这里是得着父的启示 是得着神的启示 那个启示是血肉之体所不认识的 连彼得自己的血肉之体也不认识 我们接下去读底下几节圣经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闻世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太十六二十一到二十三 我们要注意的点 就是在前一段圣经看见彼得得着启示 在后一段圣经看见彼得被撒旦利用 或者这样说 在上一边彼得碰着天父 父神 在下一边他碰着撒旦 这一边他能对主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一边他能对主说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这两边的距离就像南极与彼极的距离那样远 如果我们所领会的不错 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 只有彼得所得的启示是这么高 师父启示彼得 彼得就认识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接下去主就说 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一个认识上面 这一个磐石上面 彼得所得着的这一个启示是大的 是普通跟从主耶稣 与主耶稣在一起的人所没有看见的 恐怕彼得所得着的 彼得所看见的 是极端高的启示 但是 就在这一章圣经里 彼得一落就落到极端的低 不止彼得凭着肉体来说话 甚至是凭着撒旦来说话 刚才是凭着父来说话 一转就转到凭着撒旦来说话 这一转真是转到极端的地步 教会如果建造在这样的执事身上 那就阴间的门必定要胜过他 教会不能由这样动摇不定的人来建造 教会需要由石头那样的人来建造 教会的执事 必须都是兼顾像石头一样的人才可以 不能一会儿让神借着他说话 一会儿让撒旦借着他说话 这是一件严重的事 彼得得着了最高的启示之后 没有多少时候 就有一个最低的堕落 他拦阻主上十字架 他不体贴神的意思 这就是他被撒旦利用 撒旦的化险出来的时候 阴间的门已经开起来了 如果撒旦得胜 阴间的门得胜 教会就失败了 所以 如果主不把彼得制造成为坚固的石头 教会就没有希望 今天我们需要像石头那样坚固的执事 那样牢靠 那样不摇动 不是一会儿这样想 一会儿那样想 一会儿这样说 一会儿那样说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那样的结实 那样的坚固 我们就看见这里面就是教会 这里面就有祝福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如果你是软软的 你是摇摇摆摆的 那么撒旦就马上说话 阴间的门就开起来了 彼得这一件事是一个极端的对照 上下相差是非常远的 这就叫我们认识彼得这个人本来是怎样的 主耶稣在吃了晚餐以后 对门徒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 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牧人 阳就分散了 彼得就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太二六三十一 三十三 按着彼得的性情 他说的话是对的 他不撒谎 绝不撒谎 可是我们要记得 在奉献的时候 在复兴的时候 你在主面前会说许多话 是你自己所不知道的 特别像彼得这样有情感的人 他要说 我却永不跌倒 其实 他有这样的情感 他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 有许多蛮有情感的人 需要学习把他的情感和他的自己切开来 迟早他要看见 他的情感不能代表他自己 有的人顺着他自己的思想生活的太厉害 一直是靠着脑子活 当他祷告的时候 你对他说 你是用你的脑子祷告 你的心不在这里面 他就要说 这不是我的心是什么 一个人顺从脑子到一个地步 心没有出来 以为他的头脑就是他的心 有一天他如果有光 他就要看见 那是他的头脑 不是他的心 也有许多人心里觉得热 觉得自己是爱主的 他能说我是爱主的 如果有一个弟兄指着他说 你虽然自己觉得爱主 但事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要觉得说 不是我爱主 谁爱主 等到有一天他情感受对付的时候 他要看见 他的心与他的情感是两件事 情感不是他 他和情感大有分别 像他和他的思想大有分别一样 彼得在那里凭着他的情感说话 以为说 这就是我 彼得在那里说 众人虽然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彼得不知道他这个我不是他 而是他的情感 他不知道他外面的人包在他里面这么深 他不知道他活在外面的人里面这么深 甚至于连他自己的话语都弄不清楚 什么是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接下去 主对彼得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计较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34 可是彼得还是不认识自己 他对主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35 事实上又是两个极端 这一边他对主说 我永不跌倒 那一边他就是三次不认主 这一边他说和主同死都行 那一边不要说为主死 连听见人说他是同耶稣一伙的他也害怕起来 这样的两个极端 给我们看出 彼得是一个多么会动摇的人 彼得的名字虽叫石头 可是彼得的性情却像水一样 一会儿流到这一边 一会儿流到那一边 一会儿是方的 一会儿是圆的 他完全任凭环境来支配他 他碰着什么种的环境 就变做什么种的样子 当他在克西玛尼园里面 他和其他的门徒一样 也是打盹的 在他说话的声音大起来的时候 他能说众人虽然都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但是他到了克西玛尼园的时候 别人睡倒 他也睡倒了 这一个人的性情是 说起话来是那样坚强有把握 并且凭着他自己的感觉他也真的是那样 可是等到行出来的时候就什么都改变了 他是活在感觉里 他没有活在真的他里面 一个人可以活在感觉里 活得那么久 久到一个地步 他自己是怎样的都不知道 他能够以为他的感觉就是他自己 这就是彼得 他说他永不跌倒 凭着他来说 他以为自己千真万确的不跌倒 但还没有遇见人 只是到了克西玛尼园就睡倒了 他的灵虽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太二六四十一 等一等 他一抖擞精神 又拔出刀来 把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削掉 五十一 彼得敢这样做 彼得是这样爱主 为这主的缘故 就不顾个人的利害 他爬得这么高 但是等一等又落下来了 这是彼得 彼得否认主的是 马可十四章告诉我们 彼得起头的时候 是远远的跟着耶稣 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 和差异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 五十四 后来有大祭司的一个使女对彼得说 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六十七 彼得这时候就不承认这件事 回答说 我不知道 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六十八 一个人跟从主已经跟从了三年半 难道主是谁他都不知道吗 一下子他能拿起刀来砍 一下子他一点勇气都没有了 主在那里受审判 大家都在那里羞辱主 在这一种环境中 彼得的勇气不知道到那里去了 刚才是真心愿意围着主死 现在也是真心爱自己不肯死 他已经从这一边转到那一边 第二次 使女不是对彼得说 马可特别记载 是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一档的 刚才是那个使女对彼得说 你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的回答是不承认这件事 现在 彼得到了前院 那个使女看见彼得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一档的 彼得听见了这话 又不承认 69 70 马太26章72节是说 彼得又不承认 并且启示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又对他说 你真是他们一档的 因为你是伽利利人 彼得就发咒启示的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可十四七十 七十一 彼得发咒启示了 刚才是说话否认主 启示否认主 现在是发咒启示否认主了 起初使女对彼得说话的时候 他不承认 他想这个地方不能站 所以他就到前院去 在那里 彼得听见使女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 他又不承认 并且启示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等到旁边站着的人都说他真是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人的时候 他就不止启示 并且是发咒启示了 在原文里 这里所用的启示一共用了三个不同的字 在第二次否认主的时候 用了一个字 在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又用了两个字 他把各种启示的方法都用了 他在第二次的时候指着神的名 指着天 指着地否认 他在第三次的时候索性发咒启示了 他不止把神托来做见证证明他不认得这个人 他并且发咒说 如果我认得这个人的话 我应当受咒诅 他在这里所用的一个字是一个很粗很重的字 彼得到了这个地步 可以说是堕落又堕落 堕落到极点了 在这里有一个人 他所代表的 不是彼得 不是像石头那样坚固的人 他这一个人 一会儿一个样子 一会儿又一个样子 一会儿高起来碰着天 一会儿低下去落到被撒旦利用 一会儿高起来能说众人虽然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一会儿低下去能坐在那里就睡了 一会儿勇敢起来能拔出刀来削掉马勒谷的诱饵 一会儿胆怯起来连一个使女都害怕得不得了 彼得说不认识主 是启示的说不认识主 并且是发咒起恶事的说不认识主 这样的人在性情上有大毛病 三 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摇动 按着普通的情形来说 人的摇动有三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 因为这个人是属情感的 第二 因为这个人是怕损失 怕十字架 怕痛苦的 喜欢叫自己快乐的 第三 怕人 怕人不喜欢 要讨人的喜欢 要讨环境的喜欢 这是人不兼顾基本的原因 彼得就是这样的人 他有情感的掺杂 一个人在神面前如果顺着情感活 就要变作一会儿摸着天 一会儿被撒旦利用的人 因为情感在一个人身上根本就是靠不住的东西 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够长时间维持自己的情感 人如果顺着情感而活 那他就是凭着他情感的垃圾来做人 他就是凭着时时刻刻在改变他心中的冷或热来做人 这样的人 自然一面可以得着神的怜悯 得着神的启示 但另一面也会凭着他自己心里的感觉说万不可如此 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 彼得拦阻主 好像他知道的比主更清楚 所以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 所有属情感的人 都是容易做主参谋的人 都是容易给主出主意的人 他什么事情都知道该怎么做 属情感的人会凭着一时的冲动 忽然转过来拉着主 劝主说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他很快的有感觉 所以就很快的说 也很快的做 但是 实际是什么呢 是撒旦说话 所以我们应当学习 应当有基本的对付 我们这一个容易受冲动的人 不要以为自己离彼得很远 要知道 我们和彼得并不离开多远 这一种性情上的软弱 是我们工作上最大的难处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五旬节不会来 我们不能光顺着自己的感觉做人 我们不能光顺着自己情感的冲动做人 我们不应该靠垃圾活着 我们必须拒绝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情感会一会儿叫你左 一会儿叫你右 一会儿叫你东 一会儿叫你西 一会儿叫你上 一会儿叫你下 这样的东西不是出乎主的 而是从我们这个败坏的人出来的 如果这一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地位 那我们在神的工作中的用处少得很 最软弱的人才跟从自己的感觉去做人 顺从自己的感觉 并不是坚强地表示 顺从自己的感觉 反而证明是软弱的人 刚强的人 是管得住自己的人 刚强的人 是眼睛背开起来不相信自己的感觉的人 只有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拒绝自己感觉的人 才能学习不靠着感觉活 不然的话 人会以为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他自己 彼得是一个非常爽直的人 他以为他所说的是真的 他看见什么就说什么 感觉什么就说什么 按着人看 他是正直 老实 不用手段 不用手腕的人 但是 这样靠感觉而活的人 在属灵的路上不能用 非被对付不可 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 你觉得爱主 但是可能你自己还没有爱主 你喜欢围着主 但是可能你自己还没有围着主 因为你的自己比你的感觉深得很 你的自己还在你感觉的后面 你真的自己在你感觉后面又后面的地方 你觉得你甘愿为主死 但是你还不知道你的自己到底是什么 你还不知道你爱主的那个我是什么我 你不知道我肯为主死的那个我是什么 你不知道我要为主活的那个我是什么 在感觉之外比感觉深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我 彼得以为他外面的人就是他 岂知道在那里说肯为这主死的 乃是彼得外面的人的情感 要等一等 才显出他实在的情形 所以你看见 一个人在情感上没有让主把他摔破 他那个人总是靠着他的情感活的 他总是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虽然从他自己看来完全是真的 其实是他的情感支配了他 我们知道 撒谎是可恨的事 不知道自己撒谎 那是可怜的事 照样 自己的感觉靠不住是可恨的事 不知道自己的感觉靠不住 那是可怜的事 凡以为我觉得这样 所以我必定是这样的人 都是愚昧的人 有一天 他也许也需要像彼得一样 失败到一塌糊涂的失败 在那个时候 才知道他的感觉和他自己是不一样的 他在吃饭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 他在克西玛尼园里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感觉 他从克西玛尼园里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 等他到院子里去的时候又不是这样感觉 能分别自己和自己的感觉不同的人是有福的人 只有愚昧的人才以为感觉就是他自己 在神面前受过教的人都知道感觉不是他自己 感觉是另外一件事 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不是情感的冲动如何 你这个人也就如何 你如果凭着冲动来说 那么彼得是一个天上的人 永远不跌倒的人 为这主的缘故拿起刀来削掉马勒谷的诱饵都啃的 但是从属灵方面来看 彼得的感觉并不是彼得自己 彼得的感觉是勇敢的 彼得的自己是胆怯的 彼得的感觉是爱主的 彼得的自己是爱性命过于爱主的 彼得的感觉是把自己摆在一边的 彼得的自己是要保护自己的 如果教会的执事是这样的人 如果教会跟着这样的人走 那么教会要和他一同摇动 阴间的门必定胜过他 神不能用这样的人 不止这样 彼得还怕损失 人不坚固 有一个大缘故 就是怕损失 许多人没有碰着十字架的时候是勇敢的 许多人在没有遇见试炼 没有遇见苦难的时候是勇敢的 到有一天 是他应该舍命的时候 是他应该把一切都撇下的时候 却退下来了 在平日 好像个个都是爱主的 个个都是被十字架的 可是到了紧要的关头 却不能坚持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就在于怕损失 爱自己 彼得的难处就在这里 在院子里的事 不过是表明他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在主耶稣面前所做的事 彼得的怕损失 爱自己 不是到了院子里才开始的 彼得站在主十字架的预言面前的时候 他很快地就出来说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他自己就是这样相信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劝主也是这样的劝法 他怕损失 他怕死 他盼望万不可如此 甚至他能背叛到一个地步 用手去拉住主 劝主 所以 弟兄姊妹 只有一种人是坚固的 就是在神面前肯忠心致死的人 撒旦所没有办法对付的人 就是不爱惜自己性命的人 最软弱的人 就是爱惜自己性命的人 人一爱惜自己的性命 只要一碰着有关性命的事 马上就跌倒 彼得就是这样 他劝主说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 换句话说 就是主 你万不可到十字架上去 后来 他用好几个方法使他自己不到十字架上去 连发咒启示的方法都用了 所以 受苦的心智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以后彼得把受苦的心智讲得顶好 他知道自己不行 他学会了功课 他把受苦的心智拿出来当作兵器 这是他从前所没有的 绝没有一个有所怕的人是刚强的 要学习被带到一个地步 能对主说 主啊 我真是甘心乐意被你的十字架 甘心乐意忍受任何的损失 不寻求自己的利益 不讨自己的喜悦 一个人站在这样的地位上 撒旦对他就不能做什么了 如果你不怕损失 不怕痛苦 能像约伯那样 能像盖恩夫人那样 能对主说 神虽杀我 我还要相信神 如果神打我 我还要跪下来用嘴亲那打我的鞭 你到了这样绝对的地步 你就成了刚强的人 连十字架都摇不动他的人 就什么都摇不动他 因为世界上没有其他的要求比十字架更大 如果最大的要求你能应付 那就所有小的要求你全能应付 十字架的要求你不能应付 你不能跟着走 那只要任何的东西来碰一碰 你就会倒下去 你不够结实 你常常容易动摇 所以十字架的事实我们总得相信 十字架的精力我们总得进入 凡是神所给的试炼 神所给的难处 神所给的痛苦 我们在神面前总得接受 总的服下 这样 世界上任何的试炼 任何的难处 你都觉得小得很 你所以有难处 就是因为你不认识十字架 大得没有碰过 小得来的时候你就跌倒了 如果大的你碰过了 那些小的事情来的时候就不能摇动你 彼得因为怕损失 爱自己 所以会摇动 还有一个使彼得动摇的原因 就是彼得要顺着环境 要讨环境的喜悦 他怕人 哎呀 人情问题的厉害 是过于我们所想的 怕人不喜欢的厉害 也是过于我们所想的 我们一要讨人的喜欢 一怕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立刻就叫我们的路不正直 人一这样 我的说话就得这样 人一那样 我的说话就得那样 我们有太多的耳朵来听人的话 像彼得 他实在是怕那个使女 也怕众人 他的的确却被软弱捆住了 弟兄姊妹 你是讨人喜悦的人呢 还是讨神喜悦的人呢 当你第一天奉献来世奉神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应当解决 你如果仍旧是要讨人的喜悦 你还会受难违吗 还会有难处吗 你如果仍旧要讨人的喜悦 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都没有了 弟兄姊妹 如果你怕人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就不能在神面前走正直的路 一个人如果怕人 那只要这一点对他有影响他就走这条路 那一点对他有影响他就走那条路 他在神面前不能坚固 不能刚强 四 弟兄姊妹 神教会的性质乃是石头的性质 执事的性质也是石头的性质 教会的根基是石头 教会的建筑是石头 教会的侍奉也是石头 都是石头 不能有摇动 不能有转动的影儿 那一种轻浮 多变 摇动的性质 不能在教会里面为神做任何有价值的工作 坚固的用处 就是石在可靠 当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 如果有一块靠不住 上面的建筑就会出毛病 就像一堵石头的墙 其中有一块是不结实的 整堵墙都会出毛病 在神的教会中 你不是没了的一块石头 在你这块石头上 还不知道要叠上去多少块 教会不是零零碎碎的散放在那里一千块一万块的石头 教会乃是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 有许多石头建成的一个灵工 什么时候一块石头不叠在一块石头上 在那里就没有教会 圣殿的倒塌 意思就是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 圣殿的被建造 意思就是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 今天神还是在那里建造许多人 建造许多属灵的事 一块一块的建造上去 如果有一块一动摇 这个难处不知道有多大 不知道要害了多少人 教神的教会不能往前去 所以 我们的性格必须是石头的性格 必须是靠得住的性格 你的性格如果动摇不可靠 那所有建造在你身上的都会动摇 迟早都会倒下来 林前十五章五十八节说 你们勿要兼顾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功 是要不摇动的一直做下去 那才有路走 如果是软弱的性格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那就把神的工作做坏了 有许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能做主的功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可靠 一不可靠 建造上去的是一账 拆下来的也是一账 还有一个不上算 就是时间损失了 建造的和拆毁的也许是相等 但是时间是不可挽回的 如果人是可靠的 那么建造上去的就可靠 并且时间也不致损失掉 如果发生青岛的事 拆毁的事 虽然也许还能从头再做起 但是已经损失了五年 十年 或者二十年的时间 这个损失 是不能补救的 所以 我们要求神使我们做一个可靠的人 不一定像彼得爬的那么高 那需要慢慢的来 但是 至少我们要做一个稳当可靠的人 不至于建造多少 拆毁多少 不然的话 就不能做主的工作 当责任拖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坚固可靠的人 我们就会负责去做 不然的话 当主叫你警醒的时候 你会去睡觉 一个人如果不可靠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那么 主叫他警醒守更 他不能 因为他要睡觉 困乏要睡的时候 他就睡觉了 他不管警醒多要紧 他一天要睡八个钟点的绝 他就非睡八个钟点不可 他不管警醒多要紧 你固然是睡了 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损失有多大 主叫你警醒 你睡觉 等一等主叫你做工 你怎样 你这个人没有责任的感觉 一个人在神面前如果不坚固 这个人就不可靠 一个人一不可靠 他就一点负责的心都没有 今天他感觉高兴的时候 他能够干一仗两仗 今天他觉得不高兴的时候 他会躺在那里睡觉 他没有责任感 所以 性情坚固是一个基本的需要 只有坚固的人才能做工 觉得舒服做 觉得不舒服也做 天情做 下雨也做 非常高兴做 非常苦闷也做 这样的人是坚固的人 如果性情不坚固 那就什么都能影响你 甚至于连天气也会影响你 我们的工作 如果一直受环境的影响 那不行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灵势强的才行 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坚固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不动摇的人呢 等到有一天 你学会了神所要你学的功课的时候 你就看见有钥匙 这钥匙 把犹太人的门开了 把外邦人的门也开了 教会的建立就起头了 神建立教会总是先寻找执事 我们要记得这个原则 神在各地先寻找执事 然然建立教会 多少个地方的门要开起来 总得先有神所能用的执事 如果执事门 神的仆人们是不牢靠 不结实的 这个门就开不起来 感谢神 彼得因着失败看见了自己的软弱 他这一倒 倒得够厉害 他这一失败 失败得够厉害 他哭了 他知道自己不行 有许多弟兄姊妹也是软弱得够厉害了 够不结实了 够动摇了 让我们对神说 主 我不行 许多人的要求是盼望得着光照 但是许多时候 厉害的失败就是光照 像厉害的责备 厉害的讲道就是光照一样 人在神的话面前应当扑倒 人在厉害的责备面前应当扑倒 照样 人在厉害的失败面前也应当扑倒 这一个失败就是光照 神给你看见 你就是这么一回事 彼得在那里痛哭 当神怜悯他的时候 彼得就真成了彼得 他从一个软弱动摇的人变成了一个坚固结实的人 他就能开五旬节的门 盼望神施恩给我们 使我们在性格上也有一个改变 我们在性格上必须改变 主能够把我们的性格改变过来 懒惰的人能变作殷勤的人 多话的人能变作没有话的人 不会听话的人能变作会听话的人 怕受苦的人能变作不怕受苦的人 身体不听话的人能变作叫身服我的人 照样 软弱 动荡 摇晃的人也能变作刚强 坚固 不摇动的人 但愿神怜悯我们 第八章不主观 一 主观也是神儿女中的一个大难处 特别是做主工作的人 一主观 就不能好好的做工 什么叫做主观 主观就是固执自己的意见 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在没有听人的意见之先 已经先有意见在 听了人的意见之后 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个叫做主观 主观就是不容易接受 不容易改正 从起头就有自己的意见 也一直坚持这个意见 这个叫做主观 在主没有说话之前 在事实没有显明之前 在别人的理由没有发表之前 他已经有了成见 当主的话来了之后 当事实显明之后 当别人的理由发表了之后 他那一个成见还是丝毫不动 这个叫做主观 主观的根本原因 就是人的己没有被破碎 人的己没有被破碎 所以人就有一个相当刚硬的主见 那一个主见是很不容易放弃 很不容易受改正的 二 主观所产生的难处是什么呢 主观所给人的损失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是主观的 那就连听话都听不来 我们要从听话来学习不主观 只有你里面是空的 主的话才能听得进去 人的话才能听得进去 如果你是一个主观的人 那就相当难 做主的工作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要会听话 知道别人的事情 知道别人的难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不能听话是主攻人的大难处 不能听话最大的原因 就是主观 因着你主观 你里面堆着的东西那么多 你有牢不可破的意见 你有一成不变的思想 你有你自己的话一直在那里转 你里面有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当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来到你那里 将他的重担卸在你面前 将他的事情卸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听了半天都听不进去 听了多少时间都听不见 你不能听人说话 这是主观的人的难处 参 主观的人还有一个难处 就是他很不容易学东西 他里面是这样的有把握 他里面是这样的清楚 什么都清楚 他里面是这样定规好了 什么都定规好了 他里面是样样都有意见 样样都有把握 那你要他学一点东西 就非常困难 有的青年人要出来做工 你要他学一点事情的时候 那简直像要小孩子吃药那样难 要把东西灌到他里面去才行 他是满了意见 满了主张 满了方法 什么事情他全知道 他虽然不能说自己无所不能 至少也好像是无所不知 那个时候 你要教他一点事 比灌药给他吃还难 如果一个人连吃饭也需要灌的话 那他一生一世能吃多少饭 有的弟兄 你碰着了他 你心里要说 弟兄啊 像你这样的人 在神面前要学的话 一生能学多少 主观的人最大的难处 最大的损失 就是不能学 你要他学 每一次都得像打架似的 也许你把他打倒了 也许他是学了一点 但是下一次又得这样来 这是最大的损失 一个做主工作的人 基本的要求是在这里 我这个人要不主观到一个地步 叫我能顶快地得着帮助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我们所得着的帮助 是从各方面来的 并且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 如果我们一个月学一件 半年学一件 甚至于一年学一件 那你能够活多少岁 你能够学多少件 并且 主观的人是越过越不能学的 主观的人是越过越主观的 主观实在是一个大难处 主的工人在神面前的路 应该坚固 应该正直不动 但是另一面 如果他自己的意见 也是坚固不动的 自己的看法 也是坚固不动的 自己定规好了 就是那样坚固不动 那这个人学习的机会相当少 一生一世没有多大用处 我们一面需要在主面前 是坚固的 是不摇动的 另一面还需要不主观 神的儿女应当学习不主观 在神面前容易让神来动 不然的话 你就不容易有学习 如果你要知道 你自己主观不主观 那只要看你学东西 是快是慢 能学它或者不能学它 在属灵的事情上 能不能常常的学 多多的学 学习的拦阻就是主观 主观要影响你的学习 使你学不来 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有进步 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就是我们向着神世开起来的 我们的灵要向神开起来 我们的心要向神开起来 我们的思想也要向神开起来 向神开起来 意思就是不主观 基本的说 就是不主观 当然 灵向神开起来的意思 比不主观还要深一点 但是第一步总是要不主观 一主观 门就锁住了 不主观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软的 是能学的 是能接受印象的 许多人在神面前 很不容易有印象 要他有印象 不只需要神用鞭打他 用杖打他 好像还得神用铁锤打他才行 我们应当学一个功课 只要神的眼睛一动就领会 但是许多人像马一样 像驴一样 非有脚环 鞭子不领会 这个就叫做主观 主观的人没有办法学 神和他争 神把他带到绝路 神给他碰着大的钉子 也许他还老在那里争执 他不能在神面前 一下子扶下来 学他所该学的功课 多少人在神面前 不够柔和 不够柔软 就是那样硬 就是那样强 他在工作上非常难 因为他一生一世不能学几个功课 他一生一世不能有多少供应 这是一个大难处 大损失 四 主观的人还有一个大难处 就是这个人不能得着神的引导 神的引导他摸不着 神的带领他得不着 所有主观的人都会离开神的旨意 好像北极和南极那么离开 他要认识神的旨意 没有这件事因为他不像跟着神走的人 受引导需要这个人是相当柔软的 是能听话的是很殷勤的 等到神有了话就马上做一点也不主观 巴兰的心因倾向财力而出了问题 就有了主观的看法 他一定要去 所以他一次在神面前祷告 两次在神面前祷告 祷告到神对他说去 一个人自己已经定规好了 就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要学习走在神旨意的路上 我们应当知道 在神旨意的路上 许多时候需要我们立即停止 许多时候需要我们立即起步 许多时候 整条的路你预备要走 但是主要你立刻停止 你怎么办 如果主的灵不许你走 你能不能停 主观的人就不能停 一个学习听神话的人 就是一个不主观的人 一个人学习听神的话 就要做到一个地步 神叫你走的时候你能走 神叫你停的时候你能停 你不要以为这两句话简单 要知道 一个主观的人 神叫他走 他不容易走 他既走了 神叫他停 就不容易停 这就是难处 哦 有许多主观的人 不知道要花多少力气 才能把他推动 等到他动了 那就不能使他停 有学习的人不是这样 他在神手里是那样的软 神一会儿叫他动 他就动 神一会儿叫他不动 他就不动 这样的人才能得着神的引导 有的人需要神很重的鞭打 他才能动 等他动了之后 这一辈子不能叫他停 他总是这样 一直这样下去 那 神又要用很重的手 才能把他停下来 他的主观 是他不容易知道神的旨意 也不容易遵行神的旨意 亚伯拉罕的献以撒 是一幅很好的图画 就是他不主观 神叫他献上以撒 这如果碰着一个主观的人 那就不容易做到 他在那里要有许多话 他要想 我本来没有儿子 我也没有想要儿子 我本来觉得以利以谢已经够了 都是你要我生儿子 我一点没有意思 撒拉也一点没有意思 都是你做的事 你既然做了 你怎么又要我把以撒奉献给你做繁祭呢 弟兄姊妹 如果碰着一个主观的人 他很有理由拒绝这个要求 但是亚伯拉罕很简单 他没有难处 他信神能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当他站在祭坛上要拿起刀来杀他的儿子的时候 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 代替了他的儿子 创二二十 十三 如果亚伯拉罕主观的话 就做难了 好像说 神一会儿叫我这样 一会儿又叫我那样 这可叫我不懂了 但是 亚伯拉罕没有这么想 他不主观 有的人是祭坛难上 等到上了祭坛 又难下祭坛 上祭坛难 花了多少年才上去 上去了 就死活都赖在那里 主观的人 就是在顺服的事上 还是照自己的意思 所以神要他停 他不能停 主观的人 在顺服的事情上 是给神挤到一个地步去顺服 但就是顺服 还是自己的力量 你要把他带回来 他不能回来 神的旨意要他收回去 他自己收不回去 神的命令要他收回去 他自己收不回去 有一件事非常特别 如果你把自己的意思 摆在神的旨意里 那么 神的旨意可以更改 但是你的意思不能更改 你就没有办法 光听神的话而行 这是一个最大的难处 怎么才能叫野马 变作驯马呢 野马不能骑 要训练野马相当难 训练野马的时候 需要一个很会骑马的人 就是跳在他身上 就是骑在他的背上 让他跑 让他挣扎 跑得他累了 缠有方法抓住他 那个骑在他背上的人 总有方法不下来 让他跑 跑几十里 几百里 老骑在他背上 等到他知道 对这一个主人 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就只好听话 这样的骑士 能够训练野马到一个地步 叫这些马跑圈子 跑得十分准确 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当中 插一根杆子 用绳子把马和杆子连起来 只要马稍微跑偏一点 拉开一点 绳子就断掉 如果他跑进去一点 那根绳子就不值了 可是他们能够跑得刚刚好 能够按着圆圈跑几百次 都是那么大 那个半径就是那么长 要跑到这样的地步 才能算数 从此以后 无论什么时候 你要这匹马从小动过去 就从小动过去 你要他从大动过去 就从大动过去 总是一点不敢违背你 弟兄姊妹 主要训练我们这些野马 的确确是一件大事情 好像需要他花了大力气 才能叫我们这些人 驯服下来 一匹野马受过训练之后 他所失去的就是他的主观 一匹野马能够被训练到一个地步 骑在上面的人稍微动一动 他就知道 要他跑就跑 不止一圈 十圈 就是一百圈 几百圈也都是这样 诗篇三十二篇八至九节说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 你不可向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搅环配头勒住他 不然 就不能驯服 这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应该和罗马不一样 无知的罗马能够被人训练到一个地步 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 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受引导的时候 应当比驯马还要快 一匹马训练到那么驯了 神还是说无知的罗马 因为最少还得在他身上把他打一下 动一下 勒住一下 他才知道主人的意思 但我们乃是仰望主的眼睛 这是无知罗马所不能做的事 大卫的诗是说 我要用我的眼睛在你身上引导你 诗三二八 另一 主的眼睛一动 他就知道 主的手还没有动 只是主的眼睛一动 他就知道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所说的眼睛 主观的人 在这里一点没有用 弟兄姊妹 你千万不要以为做人的问题不要紧 以为人的性情如何不要紧 请你记得 如果你做人主观 那你不要想对神能客观 你一辈子都是主观的 你不能一下子知道神要你做什么 如果我们能做到像一匹驯马一样 我们以为满足了 但是神说那是无知的罗马 还是不够 总得做到一个地步 主的眼睛看到那里 我们就走到那里 我们知道主在那里有什么意思 我们就动 我们知道主在那里有什么意思 我们就停 人如果自己有意见 自己有看法 主观 你要他坐在主面前等候主的灵 什么时候主移动 要他就跟从 什么时候主要停止 要他就停止 那是不可能的事 许多时候 主要你停 你不能停 你没有办法停下来 你把你的脊又摆到里面去 寻求神旨意的人 必须把脊摆在外面 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也必须把脊摆在外面 主要行就行 主要停就停 我们的脊都是在外面 一主观 我们就把脊摆了进去 主要停 我们在那里不能停 许多人就有两个难处 起头的时候不能动 继续的时候不能停 这的的确 确是个大难处 我们最大的难处 就是我们是主观的人 因此神的旨意 在我们身上不容易彰显 所以 明白神旨意的问题 不是方法如何的问题 乃是人如何的问题 不是我们将明白神旨意的方法 告诉一个人了 他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没有这件事 只有对的人 用对的方法 才能知道 人不对 就是方法对 还是不能知道 明白神的旨意 乃是你是什么种人的问题 明白神的旨意 不是用什么方法来明白的问题 这不是说 明白神的旨意没有方法 这乃是说 要明白神的旨意 问题是人到底如何 如果人不行 那就什么方法都学得来 还是不行 必须在神面前 是不主观的人 是经过神的对付 把主观打碎了的人 没有自己意见的人 这样 神一动 他才能知道 如果你不能柔软的被神动 或者不能柔软的被神停 那你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 也就不能做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 是在什么情形之下 都能被神的旨意转动的 外面什么厉害的要求 什么厉害的话 他都不管 不是他的事 这一种容易被神更改 容易被神停止 容易被神带领 是神对于做工的人 基本的要求 因为只有这样 神才能把人带到一个地步 来行走他的路 五 关于主观的问题 我们还要讲一件事 就是只有被神对付而不主观的人 他才能对付别人 才能被主带领去做对付人的人 神不能信托一个主观的人 神绝不能信托他 主观的人不止自己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主观的人也不能叫别人遵行神的旨意 如果把主观的人摆在工作上 叫他去带领弟兄姊妹 那结果是 一分主的旨意 能够加上十分他自己的意思 主观的人要人听他 人如果不是被神带到一个地步 没有意思叫人听他 他那个人是不能用的人 我们应当被神打破 被神打碎 打到一个地步 绝不愿意要任何人来听我们的话 我们不干涉人 个人的生活 个人的见地 我们都不干涉 我们没有意思要干涉任何的人 我们没有意思要干涉任何的事 一个是奉神的人 必须被神带到这样的地步 才能被神用来代表神的权柄说话 不然的话 有很大的难处 神的权柄在他身上 他却要实行他自己的主张 他就变作神众儿女中间的大臣 他就变作神众儿女中间的师父 他就变作神众儿女中间的父亲 主说 外邦人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太二十二五二六 人若不是被神摔破 没有自己的主张 没有自己的要求 没有喜好 做私下特别喜欢做的事 那就神不能用他 他靠不住 如果神把自己的羊 托在他手里 他会把羊搬回家去 有许多人 神不能把人托给他们 神不能把人摆在他们手里 如果一个人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 他就没有办法带领人走神所要他走的路 我们的弟兄保罗是这样柔软 他自己是独身的 他在神面前也知道 手同身比结婚好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结婚坏 弟兄姊妹 你看我们的弟兄是何等的受约束 如果是一个主观的人 他的主观从来没有被打破过 那他就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守同身 就要所有的人都不结婚 就要说每一个人结婚都不对 主观的人很容易这样做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不这样 他能够自己守住他自己所做的 他也知道他守住的价值 但是他也容许别人走另外的路 他盼望别人能免去身体的苦难 但是他也赞成别人结婚 在这里有一个人 他在神面前是坚强的 但是另外一面他又是柔软的 等一等 当有人在那里说要禁止嫁娶的时候 虽然保罗自己是独身的人 但是他说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 弟兄姊妹 你要学习站在这样的地位上 你绝不能因着你个人是这样感觉 就把一个真理推到过分大的地位上去 也不能因着你个人是那样感觉 所以就绝口不讲 你自己的感觉不在那里左右神的真理 你就能做工带领人跟从主 那个基本的条件 就是你这个人的主观要完全被打破 你的主观如果那么重 神如果把他的工作托给你 那你不知道要做到什么地步 那是可怕的事 你随便在那里做 你随便在那里说 是可怕的事 我们应当学习不干涉人 我们绝不能用主观来干涉任何人 来做任何事 神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摆在伊甸园里 神说不可吃 但是神没有用火箭围起来不许人吃 如果神把创世纪三张里的火箭摆到二张里来把守分别善恶树 那么人就永远不会犯罪了 神很容易这样做 但是神不做 神说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二十七 但是 如果你要吃 那是你的事 我们要学习不把自己的意思驾驭别人 什么时候人不愿意听你的话 你就把话收回来 不勉强人听 你在神面前有负担 你告诉了弟兄姊妹 他们如果听就好 他们如果不喜欢听 就收回来 不要把你的意思强加在别人身上 神没有这样做 我们也不要这样做 如果人要背叛神 神也让人背叛他 如果人不听你 你为什么要勉强他 你要学会不勉强人 让人不听你 如果你在神面前学功课 你就很自然的让人 我们不勉强人来听我们的话 来接受我们的意思 我们不勉强人得着我们的帮助 我们虽然看见自己的功用 但是我们不勉强人来得着我们的功用 神绝不勉强任何的人 我们也不勉强任何的人 所以 在神的工作上 绝不能主观 绝不要任何的人都听你的话 要学习在神面前小心 因为人越要听你的话 你的责任越大 你一讲错了 你的责任多大 不是人听你的话 你欢喜就可以了 是你要记得 这个责任是了不得的大 那是太大的事 如果人肯听你的话 而你的路不够准 你对神的旨意不够分明 那真是瞎子领瞎子 不只是跟着的瞎子跌在坑里 而且是两个瞎子一同跌在坑里 路六三十九 千万不要以为他是跟从的人 所以他跌倒 你是带领的人 你就能勉强不跌倒 瞎子领瞎子 两个都要掉在坑里 你不要以为很便宜的 能够对人说话 很便宜的能够教训人 很便宜的能够告诉人 这是怎么做的 那是怎么做的 你做了多人的师父 叫人做这个 做那个 结果两个人都跌在坑里 所以要学习 要学习敬畏神 学习知道说 越有人肯听我的话 我越应当战经恐惧听神的话 我如果在神面前 有一百二十分的把握 我还只能说七十分 八十分 因为我怕我也许会错 越容易说中的话 就越在神面前不中 越以为靠得住 就越靠不住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 人能听你的话就好 不是说 人听你就是好事 人听你的话 你怎么办 你要把人带到什么地步 你要看见 你的责任是多大 所以要学习 学习做一个不主观的人 主观的难处 就是喜欢人听他的话 主观的人喜欢别人听他的话 你喜欢你的意思变做别人的方向 你喜欢你的意见变做别人的亮光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意见不是别人的亮光 你的意思不是别人的方向 要学习不拉着人来走前面的路 要学习不压着人来跟从你 要学习不压着人来顺服神 弟兄姊妹肯和你一同走 感谢神 弟兄姊妹要拣选自己的路的时候 让他拣选 我们绝不应该有意思来抓住人跟我们走 应该让人去 也应该让人来 认识神的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没有意思勉强人听从他 一个主观的人 就不能这样做 主观的人 听人的话也听不来 也不能受神的引导 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学 同时在工作上 神不能信托他 我们在神面前 如果什么都定规好了 我们就找不出神的定规 只有柔软的人 才能找得出神的定规 要有多少的摆下 才能知道神在这里有什么旨意 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习 做一个不主观的人 而是自己在那里有自己的意见 有自己的道路 有自己的意思 有自己的道理 这样的人 神的工作一摆在他手里 教会马上分裂 教会的分门别类 都建造在人的主观上 许多人只能做个人的工作 不能做教会的工作 许多人只能知道个人的侍奉 不能知道什么叫做身体的侍奉 许多人从来没有遇见过权柄 所以他也从来不能做权柄 许多人自从他做工起 到今天为止 从来没有服在另一个人的权柄底下过 自然而然 他不能被神设立做权柄来带领人 弟兄姊妹 这一件事情 你特别要注意 当一个年轻的弟兄 年轻的童工出来的时候 你总要试验他一下 一个主观的人 总是自己势头 同时也要做别人的头 总是要把他的意思压在别人身上 一个受神对付的人 他有一种情形 不是不忠心 也不是不说话 他也忠心 也说话 但是绝没有意思勉强人 绝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压在别人的身上 一面他从神那里得着自己的坚固 但是另一面他又不主观 他不要主观地勉强别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来顺服神或者不顺服神 我们不能勉强任何人做任何事 人在神面前有他自己的责任 所以要学习常常给人有拣选的机会 盼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柔软的人 常常给人有机会去拣选 常常问人说 你要挑选什么 我们做工 要做到一个地步 把那条路摆在人面前 人要挑选那条路 是他自己的事 在任何的事情上 给人自己挑选 我们要尽力量学习 不替人挑选 路 主观的人 在顶小的事情上都看得出来 可以说 主观是一个性情 主观是一个习惯 你在神面前 如果学了主观被破碎的功课 你马上在平日的生活里 在许多零零碎碎的事情上 都能够看清楚 一个主观的人 在任何的事情上都主观 一个主观的人 就是喜欢支配人 一个主观的人 就是喜欢有意见 一个主观的人 就是喜欢发命令 要人做这个 要人做那个 一个主观的人 任何的事情 他都知道怎么做 一个青年人出来侍奉主 你只要把几个弟兄和他摆在一起 你马上看见他主观不主观 当他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不出 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看见 主观的人马上驾驭别人 吃这一个好 吃那一个不好 穿这一个好 穿那一个不好 睡这一个好 睡那一个不好 他一直在那里坚持这样做好 那样做不好 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 只要两个姊妹住在一个房间里 你就能看见 有没有一个姊妹在那里主观 两个主观碰在一起的时候 就不能过下去 一个主观才能过日子 两个主观不能过日子 这不是说 从今以后 我们什么话都不要说 工作上有难处 有的人出事情 我们不能做一个不忠心的人 我们乃是说 我们说了话 如果人不听 那就不勉强他 我们说了 人不听 我们不受伤 有许多人的意见是这么宝贵 人不听 他们就受伤 这是主观的人的感觉 许多话 围着中心的缘故 还是要说 但不是为着好管闲事 不是有一个脾气 有一个习惯专门喜欢说话 也不是一天到晚碰着事情就说话 乃是因为这一次碰着事情需要说话 所以要说 不是一天到晚喜欢说 也不是习惯要说 如果一碰着事情就说 没有受教而说 那是错的 神没有立你做众人的师父 有的人是习惯了说话 习惯了教训众人 这明显是主观的人 一个人主观的性情不被打破 就不能做工 主观的人不一定是忠心的人 一个忠心的人说话 是因为需要说话 一个忠心的人说话 不是因为喜欢说话 不是因为他有说话的欲 忠心的人说话 是因为怕人错了 忠心的人说话 不是因为有情欲要说话 忠心的人如果被人弃绝 他也不难过 他可以不说 主观的人却完全两样 主观的人有情欲要说话 他不说话觉得难受 他有一个习惯 碰着事情就说 非说不可 你看见吗 主观的人说话 乃是因为他这一个人 是好说话的 他喜欢把他的意见 加在别人身上 他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恶 他要人听他的话 主观的人的意见 如果被人轻看 不接受 那他真难受 弟兄姊妹 主观的人与忠心的人 完全不一样 我们不是不要做忠心的人 有许多时候 不开口 不说话 那不对 你必须分别什么叫做忠心 什么叫做主观 一个主观的人 就是喜欢管别人的事 一个主观的人 就是喜欢人听他的话 在许多事情上 老在那里支配人 要这个人做这件事 要那个人做那件事 他的方法是第一个方法 他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他的路是最准确的路 人都应该往这条路上走 许多主观的人 受不了别人和他两样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世界上最小的人 就是主观的人 只有当你在神面前受对付的时候 当你的主观受对付的时候 你才能够做一个大的人 只有大的人 才能忍受与他不同的人 主观就得统一 主观就得疑虑 主观就没有办法忍受别人的不同 所以 如果把两个主观的人 摆在一个房间里 你就看见 这个房间不平安 他有意见要这样做 另外有一个意见要那样做 那么 那一个房间就要满了争闹 这一个人被他的十字架 那一个人被他的十字架 两个人都在那里被十字架 两个人都在那里有难处 这是两个主观的人 有的时候 一个主观的人 总是把整个事情拉在手里 要自己建立做神子民的首领 这一件事该怎么做 那一件事该怎么做 他马上在那里定规 所有主观的人 连小的事情都喜欢干涉 都喜欢过问 都喜欢支配 这是基本上的难处 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神不信托这样的人 我们没有看见 神信托过一个主观的人 神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人 我们没有看见 一个主观的人路走得深的 因为他那个性情 不是受教的性情 一个性情是不受教的性情 那就不能学 那就没有用 主观的人就是喜欢管事情 出主张 人一主观 做神的功就有大难处 不止他不能学 不止神不能信托他 并且他已经把他所有的力量 都花在他的主观上 他没有力量 能再花在神的工作上了 一个人在那里干涉 别人的事的时候 他忘记了他自己该做的事 因为他的功夫都花光了 一个人把别人的葡萄园 看守好的时候 他自己的葡萄园 必定没有看守 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空余的时间来主观 神摆在我们手里的 有够多的执事 有够多的责任 有够多的事情要我们做 我们没有空去管那么多的闲事 我们要集中力量和时间 做自己所该做的事 我们已经够忙了 只有荒废了神的工作 丢弃了自己在神面前责任的人 才有那么多的功夫 去对付那么多别的弟兄姊妹的琐事 很清楚的 所有主观的人 都是丢弃神所规定 他做的工作的人 都是把自己的事荒废不做 而一直管别人的事的人 如果一个做工的人 不做他自己的工作 而去管别人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一定是老做不好的 一个主观的人 在主的工作上 无论如何不能做好 神不能信托他 就是信托他 他也不能做 一个人一主观 就很难叫他不主观 因为他那个主观的脾气 已经养成了 在他身上 事事处处都是主观 不止在神的工作上是主观的 并且他个人的生活也是主观的 他对别人的事也是主观的 主观的人在世界上 实在是够忙的人 什么他都要管 因此他在神面前 不能走正直的路 什么事情都有他的意见 什么事情都有他的看法 什么事情都有他的做法 这都是属灵上的难处 这都是属灵上的拦阻 我们要求主说 主啊 求你施恩给我们 叫我们在你面前 变做一个柔软的人 不只在你面前柔软不刚硬 就是在弟兄姊妹们面前 也能够柔软不刚硬 保罗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信 又沉重 又厉害 保罗讲到在神面前的见证 他的话是又沉重 又厉害 但是等到哥林多人 看见保罗的时候 却说他是气貌不扬 言语粗俗的 临后实实 保罗对于所持守的见证 不能放松 所以他的话又沉重 又厉害 但是保罗遇见人的时候 他是一个柔软的人 没有那么厉害 弟兄姊妹 你要学习分别这一个 你在执事上是厉害的 是沉重的 但是你个人绝不是主观的 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好意 感谢神 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极度 也感谢神 因为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非一十五到十八 你看见那个平衡吗 人和我们走一条路 感谢神 人不和我们走一条路 有另外的路 我们都是弟兄 都是姊妹 我们心里面一点不做难 我们要维持那个平衡 再见证上要忠心 再做人上要一点不主观 忠心的人不主观 主观的人不一定忠心 两边要分清楚 总而言之 主观不是别的 主观就是一个没有破碎的己 所以 弟兄姊妹 你需要在神面前求主把你打碎 在别人身上也好 在你自己的事情上也好 求主不让你这个人有任何的主观 主要把你整个人打扁了 你才能做一个柔软的人 不然的话 多少总是主观的 有的人厉害 有的人不厉害 总是在那里有意见 总是在那里有办法 总是在那里要支配人 所以你总得在神面前让主对付你 总得有一次厉害的对付 把你打扁了 叫你被打到一个地步爬不起来 这样 当你碰着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能够在见证上忠心 你也能够让人拣选听你的话 或者不听你的话 你不是每一次都说话 不是那样做许多人的师父 不是那样要说话 要出主张 要替人定规 要叫人做 要支配人的工作 弟兄姊妹 我们在执事上应当刚强 但是我们要学习 在神面前做一个温柔的人 我们不要主观 第九章 对于钱财的态度 一个做主工作的人 是奉神的人 对于钱财的态度 到底是如何的呢 这是一件相当重的事 这一个官不能过去 就不能做工 对于钱出事情 就不能做什么 做工的人摸着钱的地方很多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基督徒对于钱的基本看法就是 马门是站在神的对面的 所以马门在神的儿女身上 是应该被弃绝的 我们必须不落在马门的势力之下 绝对没有一个做工的人 自己没有脱离马门的势力 而能够劝弟兄姊妹脱离马门的势力的 绝对没有这件事 如果我们自己受马门的支配 我们自己受马门的捆绑 我们要叫弟兄姊妹脱离马门的支配 脱离马门的捆绑 那是绝不可能的事 做工的人应当恨恶懒惰 做工的人也应当恨恶马门的势力 不然的话 在神的工作上没有用 所以钱财的问题是大问题 关于钱财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要谈几件事 一 第一 就是钱财和道路 道理的关系 我们知道 旧约里面有巴兰 新约里面也多次提起巴兰的道路 和巴兰的教训 关于巴兰的事 在彼得书里提起 在犹太书里提起 在启示录里也提起 这给我们看见 神是如何的注意巴兰的事 巴兰乃是一个唯利奔跑的先知 换句话说 他的先知直分是出卖的 巴兰并不是不知道 他自己的地位 巴兰知道 巴兰也不是不知道 神的心意 巴兰知道 巴勒要咒诅神子民的时候 巴兰知道 他不能咒诅神的子民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赐福的 可是 巴兰因为巴勒应许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所以一再到神面前去问我可不可以去 最后 神对他说可以去 许多人有一个基本的错误 以为这个叫做等候神 其实 如果巴勒没有给他这样的应许 他就根本不会去求问 因为他清楚知道 这不是神所要做的事 神是要赐福和看顾 神不是要咒诅 可是巴兰因为巴勒给他这样应许的缘故 所以他一再去问神 神后来对他说去 并不是神的旨意要他去 乃是神许可他去 让他去而已 在神看来 既然巴勒的东西可以叫你有这么多的祷告 那你就去吧 巴兰的的确确是先知 没有错 可是钱影响了他的道路 叫他的道路走向错谬里去了 一个人在主面前 如果钱的问题没有解决 钱的能力在他身上没有脱离 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必定和钱发生关系 自然而然他是看供给的问题 有供给的地方就去 没有供给的地方就不去 供给就变作带领 如果有钱的供给就去 那么 一个地方贫穷 就自然而然的 若不是不去 也就是很快的离开 有些地方是丰富的 就自然而然的 角宗受当地供给的影响 却还以为是神给他的带领 有的人的祷告 有的人的引导 是因着供给的缘故 供给便做他所注意的 利 钱 叫巴兰不断地到神面前去麻烦神 一再地问神 我可不可以上那一个地方去 十几年前 有一个年老的弟兄在那里感慨说 那么多神的仆人围着钱 多少贫穷的地方没有人去照顾 许多大的地方 丰富的地方 却有许多人常常去 是不是在引导上有问题 这话说的相当的重 如果有一个弟兄 钱的问题没有解决 他的角宗就难免走在巴兰的路上 这是一点不稀奇的事 这样 他的道路就便做看供给有没有 供给多少 就便做他道路的方向 如果这个地方是贫穷的 他就不去 或者少去 或者去了赶快就走 如果那个地方的供给多 他就多去 或者老住在那里 这样的人 钱便做他的带领 神只好对他说 去吧 一个做工的人 对于钱不能独立 就没有用 一个做工的人 对于钱不能像保罗那样的夸口 就没有用 一个做工的人 如果对于钱财不是独立的 不是不受钱的影响的 他就不能做神的执事 他必定走巴兰的路 有的人鼎容易受钱的引导 他的路也就受了钱的影响 这个叫做巴兰的道路 巴兰的道路没有别的 就是受钱的影响 所以愿意神施恩给我们 叫我们个个从钱里面出来 不让我们有一个是救食的人 求神不让我们做工的地方 成了我们救食的地方 因为做工的地方 一变做救食的地方 我们就为钱所制服 神的仆人受了钱的带领 神的仆人受了马门的支配 这是多可怜 多羞耻的事 如果我们不是扶在神的脚前 求神引导我们的路 而是受钱的支配 这是可羞耻的事 一个人如果没有彻底的 从钱里面出来 那么 他说受神的引导的时候 许多时候 却是受钱的捆绑 这样的事情太可耻 当然 提起钱的事 那是太外面的事 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的 那就任何地方都能够去 如果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活的 那我们还是赶快告退 不做更好 如果我们又要传一位活的神 而我们的道路又要受钱的引导 那是羞耻的事 非常羞耻的事 在新约里面 彼得也曾对我们说起巴兰的道路 他给我们看见巴兰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 他们满眼是银色 止不住犯罪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 心中习惯了贪婪 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彼后24 这里注意习惯 贪婪是心中的问题 但是能够变作习惯 一个人被贪婪抓住了 一次贪婪 两次贪婪 多次贪婪 贪婪就成为习惯了 他们离弃正路 就走差了 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 15 一个人习惯了贪婪就怎么做 就离弃正路 就走差了 就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弟兄姊妹 神有他规定的路 到底我们该走在那里呢 有一般人 是离弃了正路 他们走差了路 他们随从巴兰的路 巴兰的路是什么呢 巴兰 是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 这相当清楚地告诉我们 巴兰的路 就是人出卖自己先知的直分 福音是不卖的 先知的直分也是不卖的 神的福音我们不能卖 先知的直分我们也不能卖 但是 在这里有一个人出卖他先知的直分 他路走错了 他心中习惯了贪婪 所以一有引诱就走差了路 巴兰接受巴勒的话 不是他第一次心中起贪婪 乃是他心中习惯了贪婪 弟兄姊妹 你看见这一个重点吗 因为是习惯了 所以当巴勒一给他钱 他就离弃正路了 所以 钱的影响力量如果不连根拔掉 不拔得干净 那只要一有钱的引诱 你就跟他走 你就没有用 所以 要我们的路走得正直 钱的拒绝就得彻底 不然的话 外面可以受引导 外面可以祷告 外面可以求神的旨意 我们的路还是走错了 巴兰也祷告 巴兰也寻求神的旨意 巴兰也等候神 但是巴兰还是走错了路 请你记得 如果钱在你心里有了地位 如果贪婪在你心里成了习惯 你也会多次到神面前去祷告说 主啊 你让不让我到那一个地方去 可是钱支配了你 你没有正直的路可走 犹大的书信 也同样的提起巴兰的事 十一节 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理直奔 这些字都是相当重的字 有的人为力直奔 奔 是很快的跑 非常快的 很急的 往巴兰的错谬理直奔 所以神的儿女应当彻底的脱离力的引诱 不然的话 除了错谬以外 没有别的路好走 在笔后二章里 除了巴兰的事以外 还说了一种情形 三节说 他们因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的刑罚 自古以来并不迟延 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笔后二章都是讲假先知的事 这些假先知到底怎么做呢 他们因为有贪心 就用捏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取利 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 假先知 假师父 因着他们有贪心 他们就用捏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因为有贪心 因为盼望得利 所以捏造言语 所以 如果有人 他的路是授钱的支配 过些日子 你看见 他的道理也授钱的支配 这是一定的 他对于贫穷的人 要讲一种道理 他对于有钱的人 又要讲另外一种道理 对于贪穷的人 他要说 主有一种要求 当有负族的人来的时候 他对他们讲的 好像主对他们 又有另外一种要求 他的话 要受他里面 唯利的新的影响 换句话说 他所讲的道 是跟了钱走的 所以 神的话在这里 是相当的直 也是相当的重 我们怕有人 是效法假先知 我们怕有人 是效法假师父 如果有人 被钱摇动 他的道路 被钱改变他的道路 你能知道他是假先知 他是假师父 没有一个 是奉神的先知 是奉神的师父 教师 是可以受钱的影响的 如果钱能够买他 如果钱能够影响他 如果钱能够 叫他的道路不正直 那他就应当 在灰尘里承认说 主啊 我是假先知 我是假师父 我是假仆人 我不是真实的 侍奉你 这一件事 是相当严重的事 人必须完全 从钱财里面得救 在走道路上 在讲道上 都在那里 打算钱的 供应的人 应当被关在 神工作的门外 不止彼得这样说 不止犹大这样说 保罗对提摩太 也有同样的话 保罗对提摩太 讲话的时候 特别注意这件事 他在提前六章 三至五节说 若有人传异教 不服从我们 主耶稣基督 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前的道理 这一种传异教 传各种各样 古怪的道理 不服从我们 主耶稣基督 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前的道理 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他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 争辩言词 从此就生出嫉妒 纷争 毁谤 妄疑 并纳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之人的征镜 他们以敬前 为得力的门路 在这里有一件 顶稀奇的事 你若回头去读教会的历史 你能看到 所有传异端的人 没有一个肯像保罗那样 为着福音废财费力的 传异端的人 都是从异端里面得力的 他们是看摆了多少 进去能够拿多少出来 我们盼望没有一个传福音的人 想从谁身上有所得 世界上没有第二种事情被神定罪 更过于以敬钱为得力的门路 这一种的赚钱 乃是最卑鄙的事 没有第二种事比这一个更卑鄙 以敬钱为得力的门路 是全世界最卑鄙的事 做工的人对于力 都必须洗得干干净净 才能做工 弟兄姊妹 你要做工 就要在钱财上非常独立 宁可饿死 不能盼望得力 每一个做工的人 在这一件事上必须刚强 如果有任何人 在这件事上 叫你的道路不正直 你绝不能给他留余地 我们要严格地跟从我们的主 弟兄姊妹 我们的衣服可以出卖 我们的东西可以出卖 但是我们的道理和敬钱 绝不可以出卖 对于钱财 我们的心如果不是死的 我们的态度如果不是独立的 那我们还是不摸主的工作好 六节说 然而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真实的力士在这里 敬钱我就知足了 敬钱就不要求什么 敬钱就不盼望的什么了 敬钱就以我所有的为够了 这是力 这是一个大力 如果敬钱是一个手续 叫我们得钱 这是最羞耻的事 敬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力 底下七至十节的话 特别是做工的人应当听的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依有识 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拉透了 弟兄姊妹 我们不应该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 我们对于钱的态度要完全独立 如果在这一点上有难处的话 我们还是有另外的职业更好 我们绝不能落到一个地步 受钱财的带领来说话 受钱财的带领来做事 我们宁可带着一个职业 好好的侍奉神 那还是对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钱财上马虎 在钱财上羞辱主的名 每一个做工的人 在钱的事情上必须干净 无论如何 总要从心中猛拯救 总要绝对 因为在钱上不干净 是在神的话语里定罪的最厉害的是 由大叔十六节说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谄媚人 有许多人口里说夸大的话 说他有多少次祷告的着答应 说他行过多少次惊人的神迹歧视 他说这些话实在是为着得便宜 有的人为着要得便宜 而谄媚人 就说许多人喜欢听的话 我们必须对付牟利的存心 这一点是做神工作的人的基本性格 谁在钱财的事情上亦软弱 就什么都软弱 我们在钱的事情上总应当硬 总应当强 不受弯曲的影响 我们是做主工作的人 对于钱的事必须对付得干净 二 第二 我们来看主耶稣怎样训练他的门徒 路加九章记载主拆遣十二个门徒出去 十章记载主拆遣七十个人出去 在四福音中 只有路加记载主拆遣七十个人的事 当十二个门徒被拆遣的时候 主对他们说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拐杖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 也不要带两件挂子 九三 这里有许多东西主叫他们不要带 等到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 主对他们说 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 十四 这里有一点是和九章所说的相同的 就是钱的问题 换句话说 一个人要出去做工 钱的问题不存在 后来主问他们说 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 没有鞋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 没有 二二三十五 底下 主接着说 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 没有刀的要卖衣服 买刀 三十六 那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主耶稣已经被弃绝了 但是在以色列人接受主的时候 可以不带 现在的问题乃是说 一个做主工作的人 一个被主拆遣出去的人 对于钱囊是不注重的 他整个人是摆在信息里 不是摆在钱囊里 我这个人出去 是为着见证拿撒勒人 耶稣是神所立的主 我的态度是摆在这个信息里 不是摆在钱囊里 换句话说 能够出去做工的人 是对于钱的问题 能够出来的人 如果我要为着主 走遍各乡各城 去传天国的福音的话 我这个人就必须 不是像骆驼一样 我不能自己做一个骆驼 穿不过针眼 进不去神的国 而站在外面告诉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神的国 这是做不到的 什么叫做不带呢 意思就是说 福音的原则 与钱囊和两件衣服的原则 是不相符的 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顾不得这些 人出门的时候 钱带要带 好放钱 拐杖要带 好走路 衣服要带两件 好更换 这些都是需要的 在路加22章 主说你们可以带 但是在9章主拆遣 12门徒的时候 在10章主拆遣 70门徒的时候 为什么主说不要带 他说不要带 是给我们看见说 传福音的人 根本不以这些事为念 如果今天有拆遣 我就出去 有两套衣服我出去 只有一套衣服也出去 有拐杖行 没有拐杖也行 有钱行 没有钱也行 有钱囊 带钱行 没有钱囊 不带钱也行 这样才是传福音 这是主拆遣12个使徒 70个门徒出去做工的时候 给他们受的训练 弟兄姊妹 你要清楚这一个 如果一个人要传福音 这些事情根本不是问题 根本不成问题 这些事情在你身上 如果是问题的话 那还是不出去的好 我们要传福音 衣服不成问题 我们要传福音 钱囊不成问题 我们要传福音 拐杖不成问题 如果拐杖在你身上 是问题的话 那你不能传福音 如果几件衣服 在你身上是问题的话 那你不能传福音 福音的要求 是要你绝对的注意福音 福音的要求 要你注意到一个地步 这些物质的东西 都不成问题 只有福音 在你心上的问题 出去的时候 有人接待行 没有人接待也行 总是站在神面前 做一个光荣的 能够做主见证的人 所以主说 无论进那一家 先要说 愿这一家平安 十五 这个样子多好看 一个做工的人 是给平安的人 一个做工的人 要尊重自己 在神面前的地位 我们能够做贫穷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做 失去体统的人 没有一个做工的人 可以错误到 失去体统 如果到那里 人不接受 那怎么办 主说 凡不接待你们的 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 要把脚上的尘土 堕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是 九五 你看见神仆人们的体统吗 他们不是给人赶出来 觉得难为情 怨叹说 真是倒霉 走错了人家 他们乃是把脚上的尘土 都堕下去 连那城里的尘土都不要 神的仆人有他的体统 神的仆人可以贫穷 神的仆人不能失去体统 这件事情如果不弄好 神的工作不能做 一个做工的人 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 办交涉 必须把钱的问题 在神的面前办交涉 不然的话 就不能做主的工 因为钱的问题 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可以从五千人 四千人吃饱的事上 来看主耶稣 如何训练门徒 那一次 主耶稣带着门徒 在那里亲口讲道 给那么多的人听 照马太所记得 除了妇女孩子 约有五千人 天将晚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说 这是野地 时候已经过了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去 自己买吃的 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太十四一五一六 门徒们是巴不得主 叫众人散开 让他们自己去买吃的 而主耶稣却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有一个门徒一听 他想不得了 就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约六七 他们就是在那里 算二十两银子 主说 你们有多少饼 可以去看看 可六三十八 等到他们把 那五个饼 两条鱼给主之后 主就行神迹 给这么多的人 都吃饱 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 凡是计算 二十两银子的人 不能做工 钱如果在你身上这么大 你不能做主的工 主在那里给他们看见 每一个做主工作的人 是舍得给人的人 如果钱摸着你 你就要看上算不上算 做工的人需要被拯救 脱离钱的势力 钱在做工的人身上 不应该有势力 不应该有能力 主在那三年多的时间中 就是把他自己给了 这十二个门徒 就是训练 十二个门徒出来 主给他们看见 钱应当花的时候 就得花 在神的工作中 绝对不提上算不上算 用商业的眼光 来看神的工作 那完全是错误的 一直计算 钱的人不是神的仆人 乃是马门的仆人 所以我们要学习 从钱里出来 但是 这个功课 门徒一下子还学不会 到了马太十五章的时候 又来了四千人 父女孩子还不算在内 这一次比前一次更厉害 人已经在那里三天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 这些门徒该怎样做才可以 主在这里对门徒说 我怜悯着众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 已经三天 也没有吃的了 三十二 这一个也字告诉我们 主自己也没有吃的了 主说 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 恐怕在路上困乏 但是门徒们没有学会这个功课 他们在那里想说 我们从那里得着这么多的饼呢 人的难处 是从什么地方得着饼 主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 有七个 还有几条小鱼 他们把这七个饼和几条鱼一拿出来 主就行神迹给这四千人吃饱 主两次这样做 就是说这十二个门徒需要这两次的训练 如果不是主给五千人吃了 如果不是主给四千人吃了 恐怕到五旬节的时候 一个人都照顾不来 人如果不知道福音书中的五千人 四千人 就不知道使徒行传中的三千人 五千人 凡看见狮子和熊就逃跑的人 看见哥利亚的时候 也必定逃跑 如果不会照顾羊 也必定不会照顾以色列的百姓 在这里有一般人学了给五千人 四千人吃饱的功课 等一等到了五旬节 照顾贫穷人的问题就不成问题 所以 弟兄姊妹 你在神面前也要受同样的训练 你的心在神面前要大 你自己节省可以 但是神不要你替他节省神迹 许多人对于钱计较得很 叫你觉得说 这不像神的仆人所做的事 这不像受神训练的人所做的事 受神训练的人 钱在他心里不是大问题 钱在他手里不是那么计较的 弟兄姊妹 你越在那里算 你就越不对 你越在那里算 你就越贫穷 这不是神对于钱的原则 我们也得受这十二个门徒所受的训练 也得受这七十个门徒所受的训练 但是这十二个里面有一个是偷钱的 是贼 他在那里偷 在这里有一个人功课没有学 钱在他身上是主要的问题 结果 当他看见玛利亚拿着一瓶针拿搭香膏 打破玉瓶 把香膏交在主身上的时候 他就以为是枉费了 他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约十二五 在计算前的人看来 一玉瓶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 但是主没有这样说 主说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做个纪念 太二六十三 把玉瓶打破 把值三十两银子的香膏 一下子倒在主耶稣身上 这是福音的结果 换句话说 人如果能够得着福音 为这主的缘故 不讲代价 根本不讲枉费不枉费 这在主看来是对的 就是多花一点 就是枉费在主身上 也是对的 也是该的 不明白福音的人 就在那里计较 明白福音的人 就知道这样的枉费是对的 主该得着人所有的枉费 谁说三十两银子是枉费 犹大 在这里有一个人没有学功课 他说的话相当的有道理 按着人看 就是这么一次费掉三十两银子 这是多么不上算 在他看来 三十块钱好买一个人 他出卖主耶稣的代价 就是三十块钱 在他看 这么枉费 的确伤心 他要在这里面得着好处 他是一个会计算钱的人 但是 真得着福音的人 围着主 什么都摆上也可以 太多就太多 那个太多是跟着主的福音走的 没有一个地方有福音 是人和主讲价钱的 主耶稣说 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太二六十一 主的意思是 你们要照顾穷人行 但是坐在我身上绝不是枉费 尽管做的太多 尽管做的过多 并不是枉费 有一个弟兄说 有的人一信主 就是中庸的 这样的人一点属灵的前途都没有 弟兄姊妹 我们过十年 二十年在中庸还来得及 出信的时候 你尽管枉费一点 你才信主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摆上 把整瓶的香膏 针拿搭香膏 都倒在主的身上 这样的拼上去 那才有路 门徒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我们要学习 在我自己身上苦一点也行 在主身上多花一点也行 在别人身上多花一点也行 神的仆人对于钱的事 就是这么大 有钱也去 没有钱也去 对钱津津较量的人 总是不对的 在航传三章里面 彼得对那个瘸腿的人说 金银我都没有 6.我们在这里看见 彼得和约翰被主带到一个地步 金银我都没有 虽然在二章有那么多的钱 但是在三章金银我都没有 彼得对那个瘸腿的人怎么说呢 他说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他们被带到一个地步 那么多的钱经过他们的手 他们却是金银我都没有 所以 弟兄姊妹 你不做工则已 要做工 在钱的事上就得刚强 你在钱的事上一软弱 那你就在其他的事上也都软弱 一个人在工作上能够那么强 一点不摇动 有一个基本的缘故 就是他在神面前对于钱是可靠的 神能够信托他 参 我们现在看第三点 保罗对于钱财的态度怎样 保罗自己所说的话是相当清楚的 在航传二十章 保罗对于辅索人说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三十三 这是他的存心问题 他没有贪图 他在神面前做工的时候 他自己有一件事能够讲得出 就是我没有想要任何人的东西 任何人的金 任何人的银 任何人的衣服 我心中根本没有意思要 这是一方面 接下去他又说 我这两只手 常供给我和同人的虚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三十四 这是所有侍奉神的人 所应该共有的态度 我们总得在神面前看见说 我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衣服 你们的东西是你们自己的 我绝不想 你们的东西留着给你们 但是我肯由我做工来供给我和同人的虚用 这不是说做主工作的人不可以用福音的权柄 这乃是说 所有做主工作的人 必须在神面前看见对于福音应当这样 责任在我身上是这么重 重到一个地步 我肯把两只手摆进去 我肯把钱摆进去 我总得在神面前有那个心愿 这两只手 尽量让他们做事情 自然 保罗也接受别人的馈颂 那是另一面 那是别人的责任 等一等再提起 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也相当好 他在零后十一章说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七 又说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谨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 是因我不爱你们吗 这有神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唯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 是他们在所夸的世上 也不过于我们一样 九到十二 保罗并不是不接受愧送 不过是说 在亚该亚一带的地方 因为与见证有关 因为有人毁谤 有人找机会 有人故意的在那里夸口 好像他们是特别的 所以保罗就不给他们有机会说话 他说 我白白的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我一点不累着你们 就是在缺乏的时候 也不累着你们 我是凡事谨守 将来还要谨守 我总不累着你们 这不是说我不爱你们 因为我现在所做的 我后来还要做 这是要叫那些寻找机会的人的机会断绝 叫他们没有话好说 这是一个做工的弟兄对于钱的态度 我们在任何地方 人有一点的不愿意 我们就得有一个态度 不给人有机会说话 神的儿女做神的工作 要有体统 越爱钱的人 我们越是白白的把福音传给他 越把钱抓牢的人 我们越少接受他们的愧送 你要看见你做神仆人的地位 你如果碰着像亚该亚一带地方的人 不乐意 要寻找机会来说话 你就应当像保罗一样说 我绝不累着你们 如果你们送给耶路撒冷的穷人 我可以转交 如果提摩太来 你们要送他平安前行 但是我保罗个人 要守住我工人的体统 如果你因着一个地方的愧送 而叫人有话说 那你就完全失去了 侍奉神的体统 你应该守住侍奉神的体统 你的侍奉神 不能因这钱的事放松 你必须严严地守住 不然的话 你就不能为神做什么工 保罗在这里 还不止说自己如何维持这个体统 他并且给我们看见 他也亲手做工来供给他同人的虚用 这一点 就是我们要给的原则 保罗说 我这两只手 常供给我和同人的虚用 所以 每一个做工的人 不会给就不行 如果你收入多少就留下多少 专为着你自己 那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直视的工作 如果在同工中奉献不够多 就证明我们有毛病 如果一个做工的人只会接受愧送 他的信心光是会接受愧送 而不会把钱送出去的话 这一个弟兄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弟兄姊妹 你在神面前属灵的前途如何 就看你对于钱的态度如何 一个做工的人最不好的态度 就是给自己 给自己 今天好像要叫立位人再来给 是相当难的事 但是立位人也要奉献十分之一 不错 立位人在各城里是没有产业的 他是寄居在12个支派里面的 他是靠着祭坛生活的 也许有的立位人要说 我是靠着祭坛生活的 我有什么可给的 但是神说 所有的立位人 受十分之一的 还是应当献上十分之一 这是叫所有神的仆人知道 你不要以为我是把什么都丢弃了 我有这一点点的收入 还要奉献吗 你一直看你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就要出事情 你不会供给同工 你要会供给 应当会供给所有的弟兄姊妹才可以 如果你在神面前把钱扣住 不管那个数目怎样 你只盼望神在其他的弟兄姊妹身上做工 那你就要看见 神不会把钱拖在你手里 保罗说的话最好 他说 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零后六十 在这里 有一个弟兄认识神 他似乎是贫穷的 但是稀奇的很 他却叫许多人富足 弟兄姊妹 就是这个 是我们的路 弟兄姊妹 如果你做工 如果在各地的弟兄或各地的教会中有人对于你有话 如果有人对于你的态度不对 你应当维持工人的体统 你绝不应该接受他们的馈颂 你要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不能用你们的钱 我是侍奉神的人 你们中间有话 我不能用你们的钱 我是侍奉神的人 要维持神的荣耀 我不能用你们的钱 你就是在那么贫穷的里面 还得学习给 你要有更多的收入 就要有更多的付出 你越能够给 就越能够受 这是属灵的原则 许多时候 我们一缺乏 反而要尽量地给 因为钱一给出去 主的供给就来了 有的弟兄姊妹有够多的经历说 钱多给 就多进来 你千万不要看手里剩多少 主说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路六三十八 这是神的律法 我们不能破坏神的律法 我们基督徒管钱的方法 是和别人管钱的方法不同的 他们是越积蓄越多 我们是越给越多 这样 我们自己虽然贫穷 却是叫别人富足 在零后十二章里面 保罗说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 也必不累着你们 十四 这是保罗的态度 这多言 因为从前有人说过话 有过事情 所以如今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 还是不累着你们 他接着说 因我所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 原文没有财物两个字 他这样 是度量小 心地窄吗 不 他说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弟兄姊妹 你在神面前能够看见 保罗在这里的态度是非常好 哥林多人听了好些人的话 毁谤了保罗好些话 保罗需要不接受他们的愧送 保罗虽然做到这个地步 但是保罗不是在钱的事上不教导他们 可以说 关于钱的事 在哥林多后书里提的最多 如果保罗对哥林多人不提钱的事 那便做保罗受伤了 但是因为钱在他身上那样没有能力 所以保罗没有受伤 在钱的事上 还是教导哥林多人 他们应该送钱到耶路撒冷去 保罗没有不要他们送去 保罗是超越过了钱 所以他们对于他个人的态度 在这里就不觉得 虽然因为他个人要守体统 所以不接受他们的愧送 但他还是对马其顿人夸奖哥林多人说 他们已经预备好了 另一面 他又想 万一有马其顿人来到哥林多人中间 见他们没有预备好 他们就要羞愧 所以他还是劝他们预备妥当 九二四五 他自己没有个人的感觉在里面 哎呀 神的仆人实在应当 从前的里面被救出来 不然的话 哥林多人绝对不会听见这篇道 保罗也许对以弗所人讲这话 对菲利比人讲这话 但对于哥林多人不讲了 但是 保罗对于哥林多人还是讲这话 一点不放松 他对于哥林多人还是讲到钱 他的意思是神能用你们的钱 不是我要用你们的钱 我保罗不要得着什么 在这件事情上 我必不累着你们 但是 我盼望你们总是走前面的路 弟兄姊妹 你每一次在教会里和许多弟兄姊妹来往的时候 你能不能分别你们和你们的 你碰着那么多弟兄姊妹的时候 你是要得着他们 或者你是要得着他们的 如果他们对于你有问题 叫你不能得着他们的 那你能不能扶持他们 造就他们 盼望他们进步呢 保罗有够多的理由能弃绝哥林多人 可是保罗还是来 第三次还是来 但他不要他们的 我们想 这是给神的仆人一个顶大的试探 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弟兄保罗所做的事 不止 下面他再提起一点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才费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巴了 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 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 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 又插那位兄弟与他同去 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事 不同是一个心灵吗 不同是一个教宗吗 十二十五到十八 弟兄姊妹 你看保罗这一个态度 他是怎样肯费才费力围着哥林多人 传福音 光是人出来还不够 总的费才 总得把自己所有的也摆上才行 如果传福音乃是在那里要收进钱来 那无论如何不对 总得预备好 我的钱也肯摆进去 如果你不把自己的钱摆进去 那总靠不住 如果把我自己的钱摆进去 那行 那值得做 保罗在那里就是这样 他说 我肯费力 不止 也费财 他说 我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 我到你们中间来的时候 不累着你们一个人 提多也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那个弟兄也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我总是不占你们任何人的便宜 福音是对的 所以我要把钱摆进去传 弟兄姊妹 我们要像我们的弟兄保罗一样 就是对于人一点不累着他们 要把自己都摆进去 因为福音是对的 所以我们费力行 费财也行 我们的福音是要把自己的钱也摆进去 这样 我们才会不错 另一方面 保罗对马其顿人的馈送 就是菲利比人的馈送 是接受的 所以 在正常的情形中 传福音的人应该接受馈送 保罗是在有的地方接受 在有的地方不接受 对于他没有问题的 像马其顿的馈送 他就接受 但是 在亚该亚 哥林多 有人批评 有人要找机会来毁谤 那里的馈送 他就不接受 这是保罗的路 今天我们也该这样 或者在一个地方接受馈送也行 像在马其顿那样 或者在一个地方有人有话 在那一个地方就拒绝 弟兄姊妹 你在神面前要维持一件事 你千万不要以为什么钱都可以接受 如果后面有人批评 如果有人找机会批评 那你绝不能接受那里的馈送 在慎余的地方你可以接受 我们还得读腓利比书 看接受馈送的时候应当怎样接受 我们看腓利比四章十五至十七节 腓利比人呐 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 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兽兽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就是我在铁撒罗尼家 你们也一次两次的 打发人供给我的虚用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 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账上 这是保罗的态度 好像腓利比人是唯一送他钱的人 他在哥林多 在铁撒罗尼家的时候 都是腓利比人在那里纪念他 但是他对腓利比人说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 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账上 他知道他用腓利比人的钱 神入账 神要纪念说 这是腓利比人的钱 所以他并不是说 我要求你们的钱 在这里有一个人 对唯一供给他 需用的人是这一种的态度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 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账上 马圣顿人做了一次 又做了一次 但是我们不应该注意 人所送给我们的钱 人就是送的话 我们不是都接受 我们就是接受的话 还得像对腓利比人 所说的一样 我们盼望他们 在神面前的账上 能增加他们的果子 总而言之 一个神的仆人 如果在钱的事上 不得着拯救 那就都错了 你必须在钱的事上 得着拯救 在看保罗接下去 所说的话 但我样样都有 并且有余 我已经充足 18 这一点不像普通的报告 普通的报告 往往是说 我们缺了多少 好让人知道了 把钱送来 但是 我们的弟兄保罗 对唯一送他钱的教会说 我样样都有 并且有余 我已经充足 保罗说的话 难得这样重复 样样都有 并且有余 我已经充足 弟兄姊妹 你要注意我们弟兄的态度 他对唯一送他钱的 肥利比教会说 我样样都有 并且有余 我已经充足 我从你们那里受得够了 盼望你们的愧送 是神所收纳 所喜悦的祭物 18 在这里有一个人 他的灵非常美丽 他是一个对钱 一点没有感觉的人 钱在他身上不发生感觉 再看19节 这是最宝贵的一节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他感激他们送他钱 但是他一点不失体统 他们是把钱献给神为祭 不是给保罗自己 和保罗自己没有关系 另一面 保罗就给他们一个 祝福我的神必照 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送钱的人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这实实在 在叫我们能够说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4 第4 我们来看保罗 对于教会所要做的 有捐项经过他 要他处理别人的钱的时候 他有什么态度 零后八章一至四节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 马其顿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 他们乐捐的厚恩 我可以证明 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再三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 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这一点是神的儿女 必须拉牢的 一个是奉神的人 为神做工的人 到一个地方摸着钱的时候 必须有这样的态度 在马其顿的弟兄 因着顾到耶路撒冷的弟兄 遭遇饥荒 所以他们捐钱 先是保罗通知他们 这个难处 他们听见了这个难处 虽然自己也很困难 但是他们在极穷之间 还是越过他们的力量 来顾到在耶路撒冷的弟兄 他们怎么做呢 保罗说 他们再三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这是在马其顿拿出钱来的弟兄们所有的态度 就是为着顾到圣徒的难处 在这恩情上我也要有分 不管我穷不穷 不管我有没有难处 但是我要在这件事上有分 因着这一点 他们再三地求保罗 换句话说 保罗第一次没有许可他们 这一个是正当的态度 为着主做工的人 不是一看见钱就拿进来 虽然不是为着自己用 不错 是耶路撒冷的弟兄 有难处 但不是只要能够把钱拿来送去就行 特别像马其顿这样的人 他们的环境相当困难 可以不要他们送 但是他们第二次再来 第三次再来 再三地求保罗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这样 两边都是最美的 这才像基督徒 这一边 拿出钱来的人表示 我穷还要拿 我不够还要拿 越过我的力量还要拿 那一边 做工的弟兄说 你们不应该拿 这真是好看 后来 做工的弟兄说 如果你们真的要拿来 我没有法子禁止 这才像一个做工的人 保罗是料理教会事情的人 虽然他看见耶路撒冷的难处 他要顾到弟兄们的需要 但是 保罗的态度 和今天许多做主工作的人的态度不一样 保罗是因着马其顿众教会再三地求他 才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底下保罗说 多谢神 感动提多的心 叫他代你们殷勤 像我一样 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 但自己更是热心 情愿往你们那里去 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 可以荣耀主 又表明我们的乐意的心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 不但在主面前 就在人面前 也是这样 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 16到22 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所做的事 当他替人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他在手续上非常清楚 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对于钱能马虎 从来没有 保罗怎样说 他说 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保罗请一个弟兄在那里管钱 两个弟兄在那里管钱 三个弟兄在那里管钱 保罗自己不管钱 那三个弟兄怎么做 保罗说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 不但在主面前 就在人面前 也是这样 管钱的时候 要有两三个人 才能没有难处 因着钱的事是这么严重的缘故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 特意告诉我们 做监督的人 应当是不贪财的人才能做 提钱三三 多一七 做执事的人 也应当是不贪财的人才能做 提钱三八 如果有弟兄对于钱的事没有胜过 那就他绝对不能做执事 绝对不能做长老 不贪财是做长老 做执事的基本条件 钱的问题必须解决 不能马虎 不止保罗这样讲 彼得也这样讲 彼得告诉做长老的人说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比钱五二 绝对没有一个人 能够牧养神的群羊 如果他是一个贪财的人 求神赐恩给我们 叫我们把钱财的问题解决了 贪财的心如果没有对付 那迟早要出事情 钱财的问题在我们身上是基本的 这一个问题不对付好 就在这条路上一点用处都没有 钱财的问题不能解决 就什么都不能解决 将来必定出毛病 将来必定闯祸 你对于钱财的态度应当是独立的 什么地方的人对你有话 你就要学习拒绝他们的钱 另外也要学习常常背负别人的重担 不只供给你自己的需要 不只供给同工 还要学习供给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对于钱财的问题能够解决 那就是做了一件大事 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工作做得好 如果他对于钱财这样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第十章其他几件事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起其他几件事 就是一维持真理的绝对 二照顾身体的健康 三关于生活习惯的问题 四关于同身和婚姻等问题 一每一个做主工作的人 总的维持真理的绝对 这个当然需要人得拯救 脱离自己才能对真理绝对 有许多弟兄有许多姊妹 对真理不够绝对 是受人事的影响 受情感的影响 对真理一不绝对 那他在工作上 就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围着人 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围着他自己 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围着他的情感 所以 侍奉神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真理不能牺牲 我自己能牺牲 真理不能牺牲 我的情感可以牺牲 真理不能牺牲 有多少做工的弟兄的困难 是发生在他的朋友中 有多少做工的弟兄的困难 是发生在他所熟识的人中 有多少负责的弟兄的困难 是发生在他的家庭中 他们因为家庭的缘故影响到真理 因为朋友的缘故影响到真理 因为亲属的缘故影响到真理 这样的人 都是神所不能用的人 因为真理如果是真理 那么不论是谁 不论这一个人是我自己的兄弟也好 这一个人是我自己的亲戚也好 这一个人是和我有亲密的关系也好 都不能影响真理 比方说 一个做工的弟兄 他的儿子要受尽 他如果看见这是关系到真理的事 他就把他儿子受尽的事 完全交在负责弟兄手里 让负责弟兄去看 这个人能不能受尽 许多时候 困难在这里 一个同工的弟兄的儿子要受尽 同工的弟兄就以为 我自己的儿子总不错 总是可以受尽的 这就给我们看见 他对真理不绝对 他把他父子的关系带进来了 不绝对 他对真理如果绝对 那就许多事情在教会里 都只能按着真理的安排而行 不能按着他个人的关系来做 比方说 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争执 有一般人和某几个弟兄熟 有往来 所以跟他们走 另外有一般人和另外的弟兄有交情 所以跟另外的弟兄走 他们不是坐下来计算真理的绝对 跟着真理走 而是为着情感 跟着情感走 这不是说他们绝口不提起真理 乃是说他们对真理不绝对 他们并没有一点不顾到真理 他们多少还顾到一点真理 但是他们对真理不绝对 对真理的绝对 乃是在属灵的事情上 没有情感的影响 就是自己的亲兄弟 亲姊妹也不能影响真理 在属灵的事情上 人的关系一摆进来 真理就不绝对 人的关系一加在里面 那么神的话语 神的命令就因着人的缘故被减少了 那就是对于真理不绝对 在圣经里面 有许多神所定规的和神所命令的 需要神的仆人把他们传开 我们厌烦那些只说不行的人 但是另一面 一个神的仆人 如果不能传他所不能行的道 就不能做神的仆人 为什么 因为真理是绝对的 人不能因为个人的造就没有那么高 而在那里降低神的话 人不能因为他自己行不来而更改神的话 这是真理的绝对 你要超越过你自己而说话 你也要超越过你个人的感情 超越过你个人的关系来说话 这对于神的仆人是一个极大的要求 你不能在你的妻子身上 在你的丈夫身上 在你的儿女身上 是一种做法 可是你对于别的弟兄姊妹 又是一种做法 这不能 真理是绝对的 神是要我们维持他真理的绝对 神的话是这样的 那就管他是谁都得这样 不是因为他和我有特别的关系 所以我特别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 那你把神的真理降低了 这还不是说你讲的完全不是真理 这是说你对于真理不绝对 我们要学习维持真理的绝对 不能因为他是我的亲属 我就不维持真理的绝对 我跟从的是真理 不是人 我是要维持真理的绝对 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多少事发生难处 都是因为人把真理牺牲了 有一个地方的教会 是这样分裂的 有一个弟兄说 我们本来不要和你们分开 可是因为昨天晚上 有一件事情你们没有来通知我 所以今天就不和你们在一起 哎 真理是绝对的 如果应该分开 那么昨天晚上来通知 还是分开 如果不应该分开 那么昨天晚上不来通知 还是不分开 如果对于真理是绝对的 那就不管昨天晚上来不来通知 如果分开不分开 是根据来不来通知 那是把人挪到真理上来 有的地方有人要分开 拨饼 另外设立一个桌子 为着什么缘故 因为有一个弟兄说 在聚会里 我曾问过某弟兄一个问题 他不答我 哎 如果你该分 早就应该出去拨饼 如果不该分 那就不能因为一个弟兄 不回答你的问题而出去 这个叫做对于真理的绝对 如果分开拨饼是真理 那么 即使你带我很好 我也该另外拨饼 如果分开拨饼不是真理 那么 即使你对我不起 我还是不该另外拨饼 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挤这一个根必须拔出来 才能侍奉神 你里面如果有一点骄傲 有一点自私 以为我应该的着人 那样客气的对待 我才能保守神的话 那你比神的真理更大 你比神的真理更要紧了 这样的话 你不能侍奉神 在侍奉神的路上 需要我们绝对的弃绝我们自己 管我自己喜欢不喜欢 管我个人受伤不受伤 这不是问题 管我觉得怎样 应该这样就是这样 我觉得顶苦还是这样 人带我顶坏 人轻看我 把我看的一文钱都不值 还是这样 你不能因着你个人的感觉 叫神的真理跟着你走 哎 人的胆量实在大 人总是把神的真理挪来 跟自己跑 我们要看神真理的荣耀 不要把自己的感觉带进来 我自己和神的真理拿来比 不是我比真理小 乃是我绝对没有 你稍微把一点自己带进来 就出事情 马上出事情 有一个弟兄 他在外面听了许多话 他来到教会中间 表示非常好 他觉得那些话没有道理 但是他在神面前 并没有碰着真理 他不过摸着教会中间的 几个弟兄就是了 这一个弟兄 在行为上相当散漫 有一个弟兄对他说 弟兄 你这些日子行为太散了 并且 举了好些实力 可以说 真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那只他出去就大大的骂说 怪不得有许多人反对这个聚会 这个聚会是应该反对的 弟兄姊妹 这一个弟兄就是对真理不绝对 如果他对真理是绝对的 就是有人当众责备他 他还是这样 对于真理不绝对 他一受责备就改变态度了 什么叫做对于真理的绝对 就是不顾情感 就是不讲关系 就是不围着个人 真理是绝对的 个人的情感不在里面 个人的关系不在里面 个人的经历也不在里面 个人的遭遇也不在里面 真理是绝对的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从前有一个弟兄 曾带领过许多人 后来他走上了维持教会见证的道路 这一条路如果是对的 就不是因为这一个弟兄走上了 所以对 这一条路如果是不对的 也不能因为这一个弟兄走上了 就对 路的对不对 和这一个弟兄不发生关系 即使这一个弟兄跌倒了 这条路还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真理是绝对的 可是 许多人的眼睛只看这个弟兄 他们以为 这个弟兄如果对 这一条路也就是对的 这个弟兄如果不对 这一条路也就不对 这样 他们是看真理呢 或者是看人 这不是说 人可以马虎 人不应该马虎 人应该维持神的见证 这是事实 另一方面 这一条路是不是对的 那是根据真理 不是根据人 是不是别的基督徒犯了罪 我就不做基督徒了 是不是别的神的儿女跌倒了 我就不做基督徒了 是不是神的儿女有许多不好 我就说我不相信了 是不是这样呢 不 弟兄姊妹 真理是绝对的 即使许多基督徒都跌倒了 如果主是应该信的 我还是信 即使许多神的儿女都犯罪了 如果我应该做神的儿女 我还是做 这不是说 神的儿女可以犯罪 基督徒可以跌倒 这乃是说 真理是绝对的 应该信主 就是别人都不信 我还是信 应该做基督徒 就是别的基督徒都跌倒了 我还是做基督徒 问题不在于别人怎样 问题乃在于 这是不是真理 基督里面的分门别类 工作上的难处 工作上许许多多的争执 如果把个人的关系 个人的情感 个人的一切问题都除去 这些也就都停止 所以 对于真理的绝对不是小事 不能马虎 你把这一件事一放松 就什么事情都放松了 要拿住真理 只有把自己完全放下 你在神面前如果没有这一个心 没有这一个习惯 迟早在你身上要出问题 有的弟兄说 我很感谢神 来到这个地方聚会 我得着帮助 这样的说法并不说明 他对真理的绝对没有问题 也许他对这个地方有情感 也许等到有一件事不合 他的心意的时候 他要觉得这个地方不对了 真理是绝对的 这里对就是对 这里不对就是不对 不是这里待我好就对 待我不好就不对 如果他是以别人 待他好不好来 断定这里对不对的话 那他就是全世界 最要紧的要人了 真理不要紧 他最要紧 他对于真理不绝对 许多的难处都在这里发生 神是要求我们 盼望我们把自己对付到一个地步 在任何的事情上 能把自己摆在一边 总是不管自己 我个人的感觉 是喜欢也好 是不喜欢也好 是受伤也好 是不受伤也好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前面的路的方向 绝不受我个人感觉的影响 神说这是对的 就是对的 神说这是不对的 就是不对的 如果神说这条路是对的 那就是所有别的人都不走 我也要走 不是因为这条路很热闹 所以我走 不是因为某某弟兄在那里走 所以我也走 如果这条路是对的 就是某某弟兄不走 我还是走 真理是绝对的 没有人能影响我们 如果你把人的影响带进来 那你是把人看作比真理还要大了 神判是根据于真理 不是根据于我们个人 任何时候 神判的根据变作是我们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把神的路 神的道统统委屈了 神判的根据是神的道 神判的根据是真理 人带你好是这么做 人带你不好也是这么做 对于一件事情 我们要看是不是神的真理 不是看我们个人的感觉怎样 个人的事情 个人的感觉 绝不应该拖到工作里面来 如果真理告诉我们是绝对的该分开 我们就是再好的朋友 还是该分开的 虽然天天一同吃饭 天天一同生活 但因真理的绝对 还是该分开的 在这里不讲人情 如果真理告诉我们是不应该分开的 那我们就是天天有争执 天天有摩擦 还是不应该分开 如果是因着我们个人的关系合在一起 那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 我们不能好好地走前面的路 弟兄姊妹 这是基本的问题 前面的路 是要你自己在神面前学习受对付的 如果你看你自己是那么大 如果你看自己是那么要紧 那么真理就要因你而受亏 如果你要维持神的真理 你的自己就得出去 你的自己就得摆在外面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脾气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感觉 我们绝不能凭着自己的脾气 凭着自己的感觉来影响神的真理 没有一个神的直视可以牺牲神的真理 没有一个神的直视可以委屈神的真理 而叫自己的感觉舒服 如果你看神的真理那么低的话 你在神面前就没有属灵的路 法官在审判的时候 对于法律是绝对的 有罪就是有罪 没有罪就是没有罪 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兄弟 他是我的朋友 就把有罪的算作没有罪 如果是这样 那就糟了 法律是绝对的 个人的情感不能摆进去 如果有一个人是神判员的仇人 今天他的案子摆到神判员面前 如果他没有罪 而神判员判他有罪 那就糟了 神判员必须维持法律 我们相信神 我们是奉神 我们必须维持神的真理 个人的感觉不能摆进来 盼望这一件事能够被我们记得 所有个人的感觉都得除掉 我们在神面前都得受对付 对主说 主 我算不得什么 你的真理是绝对的 如果这样 就没有工作上的争执 就没有工作上的难处 如果同工们都维持神真理的绝对 就有一个顶大的好处 就是在同工之中 话也好说 事情也好做 如果事情该这样 就是这样 你不会顾虑某弟兄心中会不会见怪 如果我们都是看真理的绝对 就只管一件事 是不是神的旨意 是不是神这样定规 如果是神的旨意 如果是神这样定规 就不必顾忌 如果我们看真理不绝对 那我们的路就不好走 一件事情来 如果我们在那里想一想 王弟兄怎么想 周弟兄怎么想 刘弟兄怎么想 这三个人是三种不同的脾气 我们要调和调和 那就糟了 真理就因着我们而受亏了 如果这样 那就许多话不敢说 因为怕得罪人 许多事情不能定规 因为怕得罪人 这样一来 难处就到我们中间来了 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 只有神的真理 而没有人的手段 那个团体是蒙福的团体 如果一个团体 绝不讲手段 绝不讲手腕 绝不用人的办法 弄得中庸一点 绝不用人的办法 弄得调和一点 只看神的旨意 这件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个团体实在是有福的团体 当我们在神面前 能够行在真理绝对的路上的时候 同工中间应该说的就说 应该做的就做 不然的话 顾忌也来 手段也来 转变又多 那就不是教会了 这些事情 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做 因为这是大问题 相当的要紧 个人的感觉 个人的情感 绝不应该带到工作里来 就是你个人的情感 能够影响人接受真理 还是不该带到工作里来的 今天你如果请一个课 借此影响人接受真理 这是不该的 真理是绝对的 你要辅助真理 这个心愿是好的 但是我们相信 真理不必人的手去扶住 因为真理有他的地位 真理有他的权柄 真理有他的能力 不必人去扶住他 我们不必去帮他的忙 我们不要怕真理 被弃绝 可是我们也要学习尊重神的真理 走在真理的路上 一点不委屈神的真理 二 一个做主工作的人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们知道 保罗是一个恩赐相当大的弟兄 是常常用祷告 医治别人的病的人 但是他还提起 有三个人的并没有得着医治 一个是特罗非魔 一个是提摩泰 一个是他自己 特罗非魔病了 保罗不是祷告叫他得着医治 不是用恩赐叫他得着医治 保罗乃是这样说 特罗非魔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利都 提后四二十 提摩泰的胃口不清 屡次患病 提前五二十三上 保罗也不是用恩赐 用祷告求神医治他 保罗医好了许多人的病 按理别人都医治了 难道不能医治提摩泰吗 提摩泰是接续保罗的工作的 很有用处 可是保罗没有医治提摩泰的病 这一件事是在神的手里 不是在保罗的手里 保罗怎么说 他说 再不要照常喝水 可以稍微用点酒 二十三下 换句话说 提摩泰应当自己照顾自己一点 当心自己一点 对于自己有益处的要吃 对于自己没有益处的不要吃 对于为加重苦楚的不要吃 对为减少苦楚的要吃 这是保罗对提摩泰说的话 至于保罗自己 他说 他肉体上有一根蜡 他曾为这事三次求过主 但是主没有医治他 主对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临后十二九 特罗非摩的病留在那里 提摩泰的病留在那里 保罗自己身体上的蜡也留在那里 他对于自己的病没有医治 在保罗身上 固然礁石没有挪开 但船还是驶过去 礁石虽然没有挪开 并仍然在那里 但是神是把水涨高了 船还是从礁石上面驶过去 而没有触礁下沉 这是保罗自己 弟兄姊妹 一个人在神面前受训练 要相当有用处的话 总需要十年 二十年左右 如果真是要在这条路上 能够走得好 在神面前相当老练的话 总是需要十年 二十年 但是有的人 如果他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可能在时间没有到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这是顶可惜的事 有的人 当他真正走上道路的时候 也许在神面前 已经经过了二十年 三十年的时间 到这时候 他才真是摸着了路 才是他最有用处的时候 教会里不应该光有孩子 光有少年人 教会里应该有父老 为着这个缘故 所有在神面前学习 侍奉神的人 总得在神面前想想看 如果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姊妹 是经过了相当的年日 是花了许多功夫在他身上 才把他带过来的 如果他还没有到老就死掉了 那是何等何悉的事 我们知道 有许多人是在半路就破掉 就裂开的 那是可惜的事 那正如耶利米所说的 在姚将手中做坏了 姚将转轮做器皿 不是每一个做出来都完美的 也不是每一个做出来的时候 都没有一点毛病的 姚将做出来的瓦器 有的在没有经过火的时候 就坏掉了 在做批的时候就坏掉了 那是一个损失 碰着试炼就下去 碰着试探就倒 那在教会中就损失了许多人 我们如果蒙怜悯 就不致裂开 不致破碎 不致破裂 主也许在那里还要给我们十字架 还要在那里把我们弄到更有用处 主对我们一次的试炼 要花很多功夫 一个试炼稍微转一转就是一年 有的试炼一转就是转几年 一个神的儿女 一生能够有多少试炼 实在不多 我们没有几次可以有这样的试炼 许多人一受试炼就裂开 叫那个试炼在他身上不发生果效 那是可惜的事 那是一个损失 一年过一年 五年过五年 十年过十年 这么多神的儿女 能够一直带到那一边的有多少 不多 不要想这是简单的 在半路上倒闭的太多了 六十万人中 只有两个活的进迦南 还有两个死的进迦南 那么少的人能够不倒闭 能够带过来 可是 何等可怜 等到试炼差不多了 又死了 等到试炼到差不多了 又去世了 如果主定归我们早一点去世 那我们没有话说 如果是我们糟蹋了自己的身体 就在神的工作上太吃亏了 教会如果要丰富 就需要在我们中间有七十岁的弟兄 八十岁的弟兄 九十岁的弟兄 如果主要定归有一个 有两个是例外的早到他那边去 我们也没有话说 可是 我们如果要在工作上有用处 就得花一点功夫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能马虎 有一个大难处 就是在工作上 一个人训练得差不多了 却是他去世的日子到了 一个人训练得差不多了就倒了 这太可惜 如果主的工人是这样的话 工作就没有法子做 工作没有赶上 身体已经坏了 一到开始有用处的时候 就去世了 这是何等可惜的事 所以 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对于身体马虎是对的 是的 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 要勒住我们的身体 要叫身体顺服 但是 在可能的时候 我们还得照顾自己的身体 放松是容易的事 照顾是不容易的事 有许多有益处的食物 我们要学习吃 要学习想法子 照顾自己的身体 许多时候 主有命令 工作上有需要 拼也得拼上去 没有话说 可是另一面 要学习照人所知道的方法 来照顾身体 我们要记得 失掉了一个人 就是失掉了主十年 二十年的功夫 一生中没有多少个十年 二十年 有许多人 才起来侍奉主的时候 虽然有一点恩赐上的用处 但是实在难得有执事上的用处 要实在达到有执事上的用处 总是十年 二十年以后的事 也许要到十年之后 才开始真的有价值 才有一点真的用处 真的有用处 真的有用处是十年 二十年后的事 这还是指路走的正直的人 如果路走的不正直 那就是花了十年 二十年还不行 花二十年栽培一个人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一个人在这二十年中 神需要击打他多少次才可以 神需要怎样琢磨他才够 过了这么多的时候 不只是一年两年 而是二十年的苦 二十年的被十字架 二十年的受对付 二十年的受击打 二十年在神重重的手底下 才起头有一点真的用处 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 可是如果对于身体不小心 到了可用的时候而人没有了 那太可惜 实在太可惜 有人问一个年老的弟兄说 你回想你一生之中最有用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他想了一下回答说 是七十岁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真的 属灵的用处是越老越有用处 你在侍奉神的路上 是越长久越有用处 我们看见 在这条路上 有的人了了 有的人破了 裂了 有的人只有一点果效 有的人没有多大用处 少数有果效的人 经过二十年 三十年有用处了 可是到那个时候 又离开世界了 等到有用处的时候 人离世了 这太可惜了 一个人在神面前 所学习的年日越多 越是有用 如果这样的人去世了 那是太可惜的事 所以 关于身体方面 有许多应当预防的 还是应当预防 有许多应当注意的 还是应当注意 我们承认受苦的心智 不能少 我们必须有受苦的心智 许多时候 我们处在顶困难的情形里 那也行 那也能做 但是 在可能的环境里的时候 要学习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能放松 不能马虎 所以 一个做主工作的人 吃东西 不要注意味道 好吃不好吃 但要注意营养够不够 营养价值好的 多吃一点 营养价值差的 少吃一点 或者不吃 休息的时候 应当学习休息 我们紧张的时候够多 如果我们不知道 怎样休息 那就连躺在床上 都躺不好 如果躺在床上 仍然紧张 这样的睡觉 有用吗 没有用处 有的时候 我们应当是休息的 坐在那里 有许多的坐 不是休息的坐 因为人是那样的紧张 那不能休息 一个做主工作的人 要在紧张的时候 能够紧张 有时候我们的紧张 是比火烧还要紧张 但是空下来的几分钟 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来 不然的话 一辈子是紧张的 那不行 我们要学习放下 弟兄姊妹 你空的时候 你要使你的肌肉放松 你睡觉的时候 你手脚都要放松 我们要在紧张的时候 能够紧张 要比身体最强壮的人 还紧张得来 我们的身体要听话 但是 不能一辈子紧张 许多时候 肌肉 神经都需要放松 需要休息 许多时候 要找机会休息 你才能够平均的过来 不然的话 我们就做了过分的事 我们就走了极端 我们不是做极端的事的人 弟兄姊妹 你要学习在身体的事情上仰望神 也学习在天然方面休息 这是基本的功课 我们要学习如何放 你能够放 你就容易休息 你如果放 你就容易睡 根据有些人的经验 数呼吸的次数能帮助睡着 在睡觉的时候 呼吸是深的 相当的深 我们不容易管睡觉 但是我们可以管呼吸 我们可以竖呼吸 不是快的呼吸 而是长的呼吸 学习先有像睡觉那样的呼吸 不是去想睡觉 而是去想呼吸 竖呼吸 先有睡觉的那个呼吸 等一等 就跟着睡着了 许多人用这个方法 就睡着了 本来睡着的时候 呼吸慢 呼吸深 你先叫呼吸慢 呼吸深 你就睡着了 数呼吸的话 不必数到两百三百 就睡着了 我们要相信 神造这个身体是会睡的 我们不只要相信神 还要相信神创造的律 神造我们的头 是会睡的头 应该要睡 你躺在那里试试看 学习放松你整个身体 你就能够休息 如果你不会休息 那你就没有法子不紧张 你白天也紧张 晚上也紧张 你就没有法子做许多事情 虽然我们有病 也许病很多 但是你如果稍微学习一点 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就能够省去许多麻烦 吃东西也是这样 我们应当注意分量不要吃的太多 可是吃的范围不要太窄 应当学习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的弟兄姊妹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 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没有多少东西能吃 这样的习惯是没有益处的 我们要学习吃的宽广 许多东西能够滋养我们 如果你只吃几种东西 那就相当难 也许暂时你还不觉得养料不够 可是你到30岁40岁的时候 就要显出许多东西缺乏了 影响了身体的健康 寿命就短 寿命能够受吃的东西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学习吃得广 吃得广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出去做工便当 不然的话 你出去做工的时候 这个拿进来不吃 那个拿进来不吃 太冷不吃 太热不吃 就要发生难处 有病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普通的情形里 总要学习吃多种东西 主耶稣说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路十八 这是很好的原则 有一次 在一只船上 有一个信徒问 另外一个信徒说 为什么主耶稣 变饼和鱼 那个信徒回答说 那是海里的丰富 加上陆地上的丰富 这一句话回答得很好 神的儿女要学习 吃海里的丰富 和陆地上的丰富 我们吃的东西 要范围广一点 种类多一点才好 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 这件事不要紧 如果你在这件事情 上不约束自己 不对付自己 那你的身体要受亏 你要叫自己的身体听话 虽然起头的时候 有难处 有的东西你不喜欢吃 可是你要对付 非学习吃不可 你一面绝对需要 有受苦的心智 另一面也要学习 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们要能受苦 在受苦的时候 要能把整个人 拼得上去 有的弟兄怕苦 这个苦吃不来 那个苦吃不来 这样的人 在神面前 没有多少用处 但是另一面 我们对于那些一点 不照顾自己身体的 弟兄也不表同情 弟兄姊妹 卫生比不卫生难 不要以为讲卫生容易 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就要学习自己 管住自己 要自己约束自己 才能卫生 要学习吃有益的东西 不能说吃东西 是受你口味的支配 而不是受你身体 需要的支配 要学习照顾自己的身体 好好的用它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身体 那样容易就过去了 煮花了许多年 在你身上 你不能随便的 对待这个身体 有许多预防疾病的 卫生工作 也要注意 什么东西 对于身体有益处的 煮在环境中有安排 做得到 总是尽力量 维持合乎 卫生上的需要 不好随便的 那样冒险 提摩太当喝一点酒 因为有益处 有害处的不要喝 有益处的要喝一点 这是原则的问题 一面要学习不自爱 忠心一直到死 另一面 主没有命令的时候 总的保守自己的身体 你到一个地方去 尽可能的顾到卫生 但是绝不将重担摆在 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身上 在卫生条件不完备的环境中 要学习相信神 在环境中有安排的时候 要尽你可能的注意卫生 这样 就不治教你的身体受无畏的亏损 餐 做主工作的人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在生活习惯方面 要学习不顾止己见 神的仆人绝不可自己定归 一个主观的标准 非坚持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习惯不行 如果我们要好好的侍奉主 就得在合乎圣经教训 和不绊倒人的原则之下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保罗在林前九章说 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唯要多得人 像犹太人 我就做犹太人 唯要得犹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唯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像没有律法的人 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 唯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像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 唯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就些人 十九到二十二 保罗为这福音的缘故 能像什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人 这也是侍奉主的人 应有的性格 腓利比四章告诉我们说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是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十二 人都是容易偏向一边的 人都是容易走极端的 有的人做基督徒 认为必须丰富 必须饱足 必须有余 有的人做基督徒 刚刚反过来 认为必须卑贱 必须饱 必须缺乏 但是保罗说 我已经学会了处丰富 我会 处卑贱 我也会 有余 我会 缺乏 我也会 饱足 我会 饥饿 我也会 保罗在这些事上 都得着了秘诀 他说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十三 保罗在关于生活习惯 外面的事情上 是这样也行 那样也行的 他都能接受 可惜有的弟兄姊妹 是很固执的 他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是牢不可破的 是一点也不能改变的 有的人非天天用热水洗脸不可 有的人非天天刮胡子不可 如果他们到了一个环境 不能照着他们的方式生活 他们就受不了 这些虽然是很小的事 却成了做主工作的拦阻 有这样情形的人 不能做神的仆人 做主工作的人应该是不偏于一边的 应该有热水洗脸也行 没有热水洗脸也行 天天刮胡子也行 几天不刮胡子也行 天天换衬衫也行 多日不可能换衬衫也行 睡软床也行 睡硬板也行 在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里 应该都是那样自然的才可以 不只在生活习惯上 就是在个性上 在年龄上 也不应当成为做工的人的限制 比方 有的地方的人是相当热切的 有的地方的人是相当冷静的 神的仆人在这两种不同的人中间 应当能同样的做工 如果他自己的个性是冷静的 他到冷静的人中间去能做工 碰着热切的人就不能做工 那就不行 有的人对于热切的人能做工 碰着冷静的人就不能做工 有的人对于严肃的人能做工 碰着轻松的人不能做工 这些情形都限制了神的工作 又如有的弟兄 在年老的弟兄中间 能讲得好好的 到了小孩子或者少年人中间 他就没有话说了 这样偏于一边的个性 也限制了神的工作 我们的主是接待老年人的 我们的主也是给小孩子祝福的 神要我们像主一样 能接待老年人 也能给小孩子祝福 正如盖恩夫人所说 一个人完全与神联合的时候 能够做老年人的谋事 也能够做小孩子的朋友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弟兄姊妹 这还是我们的己被对付的问题 我们的己要被磨到一个地步 神把我们放在这一种情形里也可以 神把我们放在那一种情形里也可以 这样我们就自然能不固执 能不偏向一方面 保罗所以能像什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人 就因为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受了对付的人 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好好地学习受对付 使我们的生活习惯和个性不固执几件 不走极端 让主的工作不因着我们而受到限制和拦阻 四 一个做主工作的人 对于同身和婚姻等问题 也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适当的解决 这些问题是许多人必会不讲的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在主的工人身上相当重要 所以还是照着圣经的教训来提起一下 对于同身的问题 保罗在临前七章说得很清楚 他说 论到同身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我既蒙主连续 能做忠心的人 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因现今的艰难 据我看来 人不如手速安长才好 你有妻子缠着呢 就不要求脱离 你没有妻子缠着呢 就不要求妻子 你若娶妻 并不是犯罪 处女若出嫁 也不是犯罪 然而这等人 肉身必受苦难 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弟兄们 我对你们说 时候减少了 从此以后 那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妻子 哀哭的 要像不哀哭 快乐的 要像不快乐 致买的 要像无有所得 用事物的 要像不用事物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我愿意你们 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 是为主的 是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 娶了妻的 是为世上的 是挂虑 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妇人和厨女也有分别 没有出嫁的 是为主的 是挂虑 要身体灵魂都圣洁 已经出嫁的 是为世上的 是挂虑 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 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牢笼你们 乃是要叫你们行和宜的事 得以殷勤服侍主 没有分心的是 25到35 这里给我们看见 守同身的好处 是侍奉主能够特别殷勤 不分心 在工作上能够专一 这是有家庭的人所比不上的 但是 这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 从36节起 我们要注意的看 这一段话按原文可以做 若有人以为他带自己的同身不合一 也过了年岁 是又当行 他就可以如愿而行 并不是犯罪 结婚就是了 倘若人心理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自己做主 心里又决定了保守他自己的同身 如此行也好 这样看来 结婚是好 不结婚更是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 妻子就可以自由 随意再嫁 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 然而按我的意见 若长守节更有福气 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36到40 这里说得够清楚 如果有人觉得他手同身不合一 他的年岁到了 事情又是当行的 他就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而行 守同身不守同身 要自己定规 不能由别人来代替定规 当然 如果要守同身 除了自己心理定规以外 还要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自己做主 而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自己心里如何决定 我们看马太19章10-12节 门徒对耶稣说 人和妻子既是这样 道不如不取 耶稣说 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 唯独赐给谁 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生来是焉人 也有被人焉的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焉的 这话谁能领受 就可以领受 我们把11节末了一句 和12节末了一句 连在一起读 唯独赐给谁 谁才能领受 这话谁能领受 就可以领受 这相当清楚 赐给谁 谁就可以领受 所以 如果要免去分心的是 能有充分的时间 殷勤的侍奉主 那么最好守同身 在主的门徒中 约翰是独身的 此后 保罗也是独身的 可是 如果需要结婚 那也可以 并不是犯罪 婚姻和同身的分别 并不是罪的问题 而是时间 殷勤 分心的问题 婚姻是圣洁的 因为人的身体是神造的 人身体所有的要求 也是神造的 所以婚姻是圣洁的 但是 人在婚姻之外有要求 纳在神看来是罪 所以 为什么要结婚 就是要避免 纳在婚姻之外的关系 所以 婚姻不是罪 反而婚姻能防止罪 婚姻不是堕落 反而婚姻能防止堕落 保罗在林前七章 把婚姻说得很清楚 他说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 男不禁女道好 但要免淫乱的是 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当用 和一支分代妻子 妻子代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除非两厢情愿 暂时分房 唯要专心祷告方可 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尽 引诱你们 我说这话 原是准你们的 不是命你们的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 若他们常向我就好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 就可以嫁娶 与其被焚烧 另一 倒不如嫁娶为妙 一道酒 这一段话指出 婚姻有一个目的 是为着防止淫乱 同时也指出 有的人 神给他们特别的恩赐 就不需要结婚 可是 那些没有领受这样恩赐的人 还是结婚的好 以免淫乱的事 我们绝不该把同身的问题 拉得太长 我们要知道 保罗自己是独身的人 可是他对提摩太说 末世的时候 有邪灵的道理要出来 他们要禁止嫁娶 这乃是鬼魔的道理 提前四一 三 所以 我们一面相信 手同身是好的 另一面还得维持 神的话的评充 不能说婚姻是误会的 我们必须清楚 婚姻是圣洁的 婚姻是神在创造里的 一个安排 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 做主工作的人 如果已经结了婚 总要把家庭尽力安排 做到越少分心越好 好让主的工作能做得好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就是工作和家庭的界限 要分得清楚 如果你家里的人是同工 那是另一件事 如果你家里的人不是同工 那就绝不能让他 他摸工作的事 工作上的事 不应当传到家庭里去 做工的人 绝不能让你家里的人 左右你的工作 有一个弟兄说 他到某一个地方去做工 因为他的妻子替他答应了 这是稀奇的 是妻子替丈夫答应了 所以就去做工 其实 不要说家里的人 不能代替他答应 就是任何的同工 都不能代替他答应 家庭的关系 必须和工作 分得清清楚楚 做主工作的人 不应当把弟兄 姊妹 属灵的难处 随便告诉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 要知道什么事 应当和一般的 弟兄姊妹一同知道 有许多工作上的难处 就是做工的人 在家里 随便讲话的结果 还有一点 我们也要加以注意 就是在弟兄 对姊妹的来往 或者姊妹对弟兄的来助中 必须保持一个正当的关系 如果有弟兄 有一个脾气 专门喜欢在姊妹中间做工 这样的弟兄 不能让他做工 如果有姊妹 年纪相当轻 专门喜欢在弟兄中间做工 这样的姊妹 也不能让他做工 这个原则 我们要严格地守住 在通常的情形里 弟兄总是多向弟兄做工 姊妹总是多向姊妹做工 我们看神的儿子 在为人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的榜样 约翰三章和四章的界限 分得非常清楚 三章是主在夜里 接待尼格迪姆 四章是主在白天 遇见撒玛利亚的妇人 三章是主在屋子里 接待尼格迪姆 四章是主在公用的 景旁遇见撒玛利亚的妇人 如果把三章的情形 和四章的情形对调一下 那就完全不合适了 主对尼格迪姆讲话的情形 和他对撒玛利亚的妇人 讲话的情形显然不同 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不是说 弟兄和姊妹不该有来往 不该有交通 我们乃是说 如果有弟兄或者姊妹 有一种脾性 有一种喜好 专门喜欢到异性的人中间去转 那样的人是非禁止不可的 当然 信徒在基督里没有男女的分别 在神的儿女中 弟兄和姊妹之间不是隔了一道墙 彼此是应当有许多很好的交通 但是 如果有的弟兄有一种习气 专门喜欢和姊妹谈话 如果有的姊妹有一种习气 专门喜欢和弟兄谈话 对于有这一种情形的人 要及时对付 盼望弟兄姊妹在来往的时候 能够自然而然的有约束 不月分 如果有人月分了 跑到正常的交通之外去了 就要严格的对付 但愿神施恩给我们 使我们在这些事情上 能有美好的见证 感谢观看